第1981集 这是必要的牺牲 你以为他为什么能在成为恶灵后存在那么多年而没被发现 克莱恩默然了两秒 转而问道 你打算就让我这么等着 你也可以选择离开这座尸骨教堂 但查拉图就在门口等你 以你现在的状态 只能成为他的密偶 克莱恩沉默了下来 重新解读起第二块亵渎石板剩余的内容 迷雾海内 黎明昊无声地航行于起伏不定的蔚蓝波浪中 贝尔纳黛突然睁开眼睛坐了起来 他眉头微皱了一下 旋即拿起了摆放在旁边的一件物品 那物品通体呈金色 表面铭刻着难以描述的神秘符号 像是一个微缩的水壶 这是封印物零杠零武 许愿神灯 贝尔纳黛拿着这盏神灯 微低脑袋送念起了一个尊名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 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 指掌好运的黄黑之王 灰雾之上 古老宫殿内 愚者坐一旁 一个祈祷光点膨胀开来 往外挡出了一圈又一圈光运 这就仿佛在一个幽闭的房间内 突然拉开窗帘 让阳光照入 似向沉睡者的眼睛 本已安静下来的蠕虫漩涡 再次变得疯狂 挥舞起了那一条条滑腻奇异的触手 克莱恩的目光滑过与鬼秘之主有关的部分 解读起后续的内容 永恒之暗 万物起点 时空归一者 永暗之河加黑暗为一性 死神 括号永眠者为一性 黄昏巨人为一性 加一份恶难骑士非凡特性 一份苍白皇帝非凡特性 一份神明之手非凡特性 根源之神万物之母 污秽的母朝 母朝加母亲为一性 月亮为一性 加一份自然行者非凡特性 一份美神非凡特性 失序者 秩序阴影 失序之国加黑皇帝为一性 审判者为一性 加一份世序亲王的非凡特性 一份秩序之手非凡特性 毁灭天灾 灾根源之祸 灾祸之城加魔女 括号混沌魔女 原初魔女的唯一性 红祭司唯一性 加一份末日非凡特性 一份征服者非凡特性 恶魔之父 异类之主 诅咒之源 暗影世界加深渊唯一性 被覆者唯一性 加一份污秽君王非凡特性 一份神涅非凡特性 知识之妖疯狂奥秘 知识荒野加隐者为一性 完美者为一性 加一份知识皇帝非凡特性 一份启蒙者非凡特性 光之药 无尽的混乱 命运化身 光之药 加命运之轮为一性 加一份巨蛇非凡特性 这就是所有九份原制 对应的旧日称号 解读完毕 克莱恩心中一阵感叹 如果他和罗塞尔大帝 能早点了解这方面的神秘学知识 各自都不会落到如今的处境 在某些时候 哪怕不使用非凡能力 知识也完完全全等于力量 大帝与月亮两条途径 组合起来的称号 与堕落母神有一定的区别 看来 确实只是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 月亮上那位外神 目前剩下的称号和权柄是 堕落母神 邪恶之识 不灭者 同样的道理 母术现在的全称 应该是欲望无数 失心之神 永世的嘶吼者 混沌之子倒是不太清楚 他就跟失踪了一样 没有谁能够深入的了解他 克莱恩微不可见的点了下头 他旋即开口问道 看来 全知全能者最强 鬼秘之主和时空皈依者 排第二档死 其余皈于第三次 他这是以所需非凡途径的数量来判断的 并且没包括外神们 亚当看着那块亵渎石板 平和而舒缓的说道 不是这样 权柄的数量和位格层次 有一定的关系 但不是全部 相应的特质 威能和象征 同样重要 在最初那位造物主分裂之后 位于所有旧日顶端的是三支柱 一位是上帝 全知全能者 一位是鬼秘之主 时空之王 一位是堕落母神 邪恶之使 听到亚当最后那句话 克莱恩忍不住低头看了眼自己的左秀 魔镜阿罗德斯就藏在里面 难怪阿罗德斯说 从我身上看见了支柱支配 他顿时恍然 对空想家亚当的说法又相信了几分 这个时候 亚当语气不快不慢的补了一句 要不是胸口插着一根染血的十字木桩 克莱恩肯定觉得当前的交流氛围不错 好几次恍惚间 他都认为自己和亚当是朋友 正在愉快的讨论一些神秘学知识 等待对方的孩子阿蒙回家用餐 当然 我是那个餐 不得不说 观众影响他人认知体验和状态的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克莱恩一边告诉自己要警惕 一边疑惑说道 我以为 堕落母神这种有两份 甚至三份原质的外神 才算支柱 他只有一份原质 正常情况下 原质无法分割 只有最初那位造物主分裂时 产生的聚合与分离化身 才能撕裂原质 将它们其中部分吸聚到我们这个星球 也就是说 现在的堕落母神原质是残缺的 将来的旧日万物之母 也不是完整的旧日 克莱恩追问了一句 亚当嘴角微动 仿佛笑了一下 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 但原质是有补权自身能力的 现在的堕落母神 原质并不残缺 牧朝也同样能造就一位旧日 唯一的问题是 堕落母神 如今只能部分利用自身具备的支柱象征 除非重新融合牧朝 这也导致整个宇宙的生命诞生和阴性力量 出现了一定的异变 不过 几千几万年的时光 放在天文学尺度上来说 非常短暂 相应的影响还没有蔓延 而如果哪位外神 拿到了与自己相近的那份原质 等于拥有了两份原质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无法预知 在此之前 只有最初那位造物主 包容了负数以上的原质 但他只要醒来 就必然分裂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982集 克莱恩点了点头 若有所思的问道 最初那位造物主 至少包容了九份原质 这不能说明 拥有两份甚至三份原质 会出问题 这应该存在一个灵界点 目前 没谁能验证这一件事情 亚当握住了胸前那根 银制十字架吊坠道 我猜测 曾经有某些存在 做过尝试 毕竟 聚合是强烈的本能 但结果非之 哪些存在 克莱恩摩缩了下 插在胸口的染血十字木装道 亚当重新将目光 投向了前方上百米高的 巨大十字架 语气平淡的说道 第一季早期的那位上帝 也可以称呼他原初 另外 还有鬼秘之主 也就是你经常念的 说话间 亚当侧头看了克莱恩一眼 用模仿的方式说道 浮生玄黄天尊 这两位似乎都失去了 他们尝试的结果看来不太好 克莱恩还没想好自己要说点什么 亚当已转过脑袋 看着第二块亵渎石板道 我能确定的一点是 某些原质没法同时包容 在这个宇宙 还有一个隐含的第四支柱 代表着万事万物 包括旧日和宇宙本身的终结 他对应永岸之河 与灾祸之城 这两份原制 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黑夜能够成为永恒之岸 万物起点 时空归一者 那他可以更进一步的 战军魔女和红祭司两条途径 包容灾祸之城 成为真正的第四支柱 但到了那个时候 他要么进入沉眠 要么被动分裂 要么导致包括他和我们在内的整个宇宙消亡 重新开始 还有这样的事情 到了序列之上这个层次 象征意义可能比权柄更重要 亚当 不 远古太阳神的神秘学知识 简直丰厚到恐怖 不愧是曾经的准旧日 也就是说 不免者途径的外山 可以转去魔女途径 没错 但这样一来 就没法成为旧日了 除非想办法分离之前的非凡特性 克莱恩一边将目光上移 解读起观众 不免者 仲裁人等途径的半神级魔药配方 一边转移了话题 与旧日有关的魔药配方来自哪里 第一块卸渡石板上似乎没有 它们蕴藏在不同的序列灵魔药中 亚当表情略有变化 脸庞似乎多了几分光彩 初步拥有全知全能权柄后 我就在推演成为旧日的方法和途径 最终 找到了合适的配方 弄清楚了不同的象征 可惜 那个时候 远处也在我体内苏醒了 所以 你作为远古太阳神陨落石 用部分残区和意志 制造了第二块卸渡石板 从此之后 末日中有了曙光 也结束了神灵 因义气情绪等种种理由混战的局面 开启了为旧日而博弈的时代 亚当保持着刚才的表情 没有说话 克莱恩沉默了下去 隔了几秒 他忽然问道 你给我那个谬 编织了什么样的人形 亚当又一次测过脑袋 眼眸清澈的说道 他太累了 想要休息 想要自由 哪怕只有几秒 克莱恩张了张嘴 竟不知该怎么回应 你为什么不称呼他 格尔曼斯帕罗 而是用那个密偶来代替 亚当何旭问道 就像在开解信徒 克莱恩侧头看了他一眼 突然笑道 我就是格尔曼斯帕罗 格尔曼斯帕罗 是我的一部分 如果我将两者分开 即使我能逃出你的神国 接下来也会难以逆转的失控 说到这里 克莱恩顿了一下 望向前方 嗓音低沉的问道 你只剩下了神星 罗斯德群岛 慷慨之城拜亚姆 回到这里的维尔度亚伯拉罕 经过研究 知道了战争之神 是第四季较为活跃的存在 有可能回应信徒 然后他请了一位 自愿付出生命的贫民 向战争之神祈祷 确认有无危险 而这一切的代价是三百斤罢 现在他收到了回报 那位贫民不仅没有死亡 而且还实现了一些愿望 蓝山岛 一片原始森林内 做好准备的维尔度亚伯拉罕 担心在城外举行仪式 会被官方非凡者发现 所以利用封印物 传送离开拜亚姆 到了这人际罕至的地方 摸了摸又开始疼痛的肋骨 维尔度脱下古典长袍 将它放在了一边 紧接着他布置祭坛 点燃蜡烛 焚烧了正确的精油 纯露 草药粉末等物品 完成前置后 维尔度退了两步 压低嗓音 用古赫密斯语念叨 伟大的战争之神 铁与血的象征 动乱和纷争的主宰 屋的风声随之响起 在这片幽暗的森林内 回荡不休 树木枝叶清晃的动静中 祭坛之上的其中两根蜡烛 突然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声音 他们对应的烛火一下爆炸 从树苗 窜生成了巨木 与此同时 烛火的颜色 也从橘黄变成了赤白 穿过这片森林的风 变得愈发剧烈 两根赤白的火柱 交织在一起 扭曲成了一道 模糊而巨大的身影 这个瞬间 维尔度亚伯拉罕 只觉有难以形容的目光 从高处投来 落在了自己身上 他忙低下头颅 开口说道 伟大的战争之神 卑微的信徒 想祈求您的帮助 说话的过程中 维尔度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 努力保持平静 他从家族某本典籍里知道 向战争之神祈祷时 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生气 那赤白火焰组成的巨大身影 不断往旁边 喷泊着焰流 用一种维尔度能听懂 却不知道属于什么的语言道 卑微的凡人 神灵不是用来满足你的愿望的 你说吧 说出你的祈求 而最终是否帮助你 由我决定 维尔度早就构思好副稿 略作回响就说道 伟大的战争之神 我该怎么样才能让我的先祖门先生 伯特利亚伯拉罕 回回现实世界 一个仪式 陷阱一个鬼法师 一个秘法师 一个寄生者的仪式 你应该早就清楚 和多利安那名学生给的答案一样 伟大的战争之神 如果想请您帮我完成这个仪式 那我需要付出什么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983集 火焰巨人俯视着这名占星人道 相应的代价 不是你能付出的 你那苍白而渺小的灵魂 连做愚禁的资格都没有 就在维尔杜一阵失望 异常沮丧时 那火焰巨人继续说道 但门先生可以 而且我今天心情不错 将你的血液献剂一部分给我 作为契约的印记 相应的代价 我将向门先生索取 还可以这样 维尔杜下意识有点怀疑 可思绪一转后又觉得 这没什么问题 确实只有先祖 布特利亚伯拉罕 才有资格和战争之神 这种隐秘存在交易 至于门先生是否愿意 进行这场交易 维尔杜从未考虑过 在他看来 任何人处在被放逐 和封印的状态 都毫无疑问的想脱困 哪怕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 是 伟大的战争之神 维尔杜思索片刻后 脑袋一热 答应了下来 他旋即改变仪式 增加了献祭和赐语部分 并用铁制匕首 刺破手臂 放了些暗红色的血液出来 等他的血液化作 一粒粒红色珍珠 穿过献祭与赐语之门后 那里变得极为幽暗 仿佛潜藏着数不清的怪物 下一秒 一团事物从虚幻之门后面 被吐了出来 那是一个长着滑腻触手的 半透明肉团 肉团之上 一条又一条扭曲的蠕虫 爬进爬出 仅时看见这事物 维尔杜的脑袋就一阵眩晕 似乎被人灌入了大量的降落 这个时候 一点火光落下 笼罩了他的身体 让他的视野 染上了一层鲜红 借助这层鲜红 维尔杜不再因直视那肉团 而出现异常 紧接着 又是一团事物 被献祭与赐语之门吐了出来 这是一只头部畸形的鸟 看每根羽毛都闪烁着淡淡的心灰 体表有一道道虫制般的光滑 时而钻出 时而弥漫 星之宠 这是拥有秘法师 非凡特性的怪物 之前那个对应鬼法师 确实 秘法师和鬼法师 都是是魔妖名称 并不单纯是人类 半神这个称呼 同样如此 除非特别加上半人这个修士 维尔杜对自身所在的途径 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借此明白了当前的状况 而这就意味着 帮助门先生脱困的仪式 可以用占卜家 学徒和偷盗者 对应的怪物半神做祭品 并且无需维尔杜亲自动手 伟大的战争之神 已经准备好一切 这让维尔杜难以压制内心的欣喜 极为期待地看着献祭与赐语之门 等待着第三个祭品被吐出 隔了也就是一秒的功夫 一团事物从门后的幽暗里飞了出来 落在了祭坛上 这是一只昏迷过去的乌鸦 当然 只是外形像乌鸦 它右眼周围有一圈黑色 身体每根羽毛都近乎透明 其上有一个又一个圆环 寄生者对应的怪物 维尔杜心中一喜 真诚地赞美起伟大的战争之神 十股教堂内 你只剩下了神性 克莱恩望着前方的巨大十字架 低沉问道 他觉得依靠分离出来的某个身份 或某个人格来复活 必然有一定的问题 哪怕那个身份 那个人格有真正的肉体 真正的非凡特性 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认知 也不会接近完美 而亚当的种种表现 加深了他这方面的怀疑 坐在他旁边 穿着简朴白袍的亚当 没什么表情的变化 依旧保持着那种 步道的状态 是的 只有和真实合二为一 我才完整 果然 虽然真实造物主 是负面人格 极端情绪的化身 但他也因此继承了人性 所以 他疯掉了 亚当就像在说一个陌生人 克莱恩想了下 便解读第二块 亵渎石板上剩余的内容 便开口问道 如果真的合二为一 你们之中 谁会占据主导位置 这就是我们苏醒之后 一直在竞争的事情 亚当松开了握着 银制十字架吊坠的手掌道 所以你才通过阿蒙 拿到第一块亵渎石板 希望能借此掌握混沌海 获得主动权 克莱恩一阵恍然 眉头微皱的点了下头道 在这件事情上 你们似乎很有默契 真实造物主 从来没有用你的身份做文章 引入外力来对付你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克莱恩默然了几秒后 转而盯着亵渎石板道 我总觉得红天使之死 和第四季的很多事情 不是那么简单 克莱恩一直在询问 在探究 除了想了解更多的隐秘 获得更多的知识 也是在拖延时间 维持当前的相处状态 比起被亚当催眠 变得昏昏噩噩 或者直接睡过去 他更希望保持清醒 想到这里 克莱恩又低头看了眼 插在自己胸口的 染血十字木桩 只觉他带来的那一丝丝刺痛 是如此真实 为什么这么说 亚当不打反问 一副随时开始祷告的模样 克莱恩斟酌了下语言道 黑皇帝归来前 所罗门帝国只有真实造物主一位真神 以及宏祭斯为一行 支持亚里斯塔屠多自立的大贵族和大势力们 共占据空想家 门 错误 愚者 四个为一行 双方加起来 即使算上乌鲁流斯这位天使之王 也没法和黑夜等六位真神对抗 而且 他们手上还有审判者等为一行 这种情况下 你就算不谋划针对红天使的行动 也不会有人怀疑你 当然 因为疯掉的血皇帝 或许对你更有用 亚当谋光不变地注视着巨大十字驾道 你不理解 是因为你了解的还不够多 第四集 除了三大帝国和他们背后的真神 天使之王们 活跃于历史舞台的 还有魔女教派 还有摩斯苦修会 还有深渊的渗透和隐蔽发展的工匠 还有南大陆败朗 而且这些并非全部 另外的足以称得上关键的因素并不少 比如 六神之间的矛盾 不止 不等克莱恩再问 亚当平淡补充道 你应该去过班西 克莱恩心中一动 张了张嘴 却没有说出话来 另外 我陨落之后 外神们对现实的侵蚀 明显加深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屋子圆柱 808A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一千九百八十四集 挥舞之上 古老宫殿内 代表贝尔纳带的那个祈祷光点 由于无人响应 一直在膨胀收缩 荡开光运 这刺激到了那团 透明蠕虫组成的漩涡 他疯狂地挥舞着滑腻的触手 抽打向那个地方 一次次轮空后 他其中一根触手 碰到了正确的祈祷光点 贝尔纳带祈祷未获得回应后 以拿着许愿神灯 走到船长室的窗边 眺望起深蓝的大海 他没有急躁 没有试图使用自己的预言能力 耐心地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过了好几分钟 他眼前凸地浮现出了一片灰白的雾气 紧接着 这雾气染上了金色 仿佛涂了一层粘稠的糖浆 贝尔纳带当即低头 看向手中的许愿神灯 只见虎口的灯芯 自行燃烧了起来 灰雾之上 古老宫殿内 愚者坐一旁 那个膨胀到人类头颅大小的祈祷光点 瞬间被一道扭曲而模糊的 淡金人影占据了 这人影的目光穿透祈祷光点 穿透灰白的雾气 看向了试图毁灭周围一切的 蠕虫漩涡 他的嗓音旋即回荡在了元宝内部 威严而恢弘 竟然失控了 灯神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讽 也没管疯狂的灵芝虫们是否能听懂 就在这个时候 已燃散架的语者座椅上方 一座由无数光球组成的奇异光门凸显了出来 他若隐若现 抛洒出灰芒 在半空勾勒出了一个复杂的符号 这符号原本存在于语者座椅背后 由半个梧桐之眼和半个扭曲之线组成 随着这符号的成型 那奇异光芒越来越淡 最终彻底融入了这片空间 下一秒钟 代表语者的那个符号内 传出了克莱恩的声音 灯神 我想和你做一笔交易 模糊而扭曲的弹金人影 顿时笑了出声 我说过 你终究会答应 笑了几秒后 灯神平静下来道 我刚才就在想 能成为元宝星的主人 怎么可能轻易就失控 这是我为最坏情况做的准备 那个语者符号内的声音 一点也没急躁 灯神笑了两声道 你不怕我临时太高价格吗 克莱恩的声音 不疾不虚的回应道 这对我来说 只是准备之一 可与你而言 也许是很多年内唯一的机会 灯神淡金的身影 被风吹过般摇晃了一下 那灰红的嗓音随之响起 我的条件和上次一样 只要你能解除封印 放我出去 我将带着属于我的那部分回归星空 把剩下的都留给你 并实现你三个愿望 当然 从现在的情况看 你似乎需要我预知报仇 克莱恩的声音再次从那个语者符号内传出 我给出的承诺是 在本纪元1368年结束前 将这盏许愿神灯送到星空 至于之后你怎么脱困 是你自己的事情 而我的要求更简单 只需要两个愿望 这就是我说的交易 是否答应由你决定 1368年 是最初屏障消失的年份 是这个世界预言家们公认的末日 那模糊扭曲的淡金人影 沉默了好几秒才到 如果不解除封印 我能完成的愿望很有限 一旦超过某个层次 它将以非常扭曲的方式实现 灰芒铸旧的语者符号内 克莱恩的声音平稳传出 我需要的那两个愿望 现在你就可以满足 灯神又一次沉默 许久没有开口 拜亚姆 那片原始森林内 头脑因自身和外在 两方面原因发热的维尔度 没有浪费时间 按照战争之神的吩咐 改造了祭坛 明刻上了正确的象征符号 魔法标识 和奇异花门 他原本有些担心 那三个半神级的怪物 会突然醒来 可等到仪式准备妥当 祭品们依旧昏迷 无法做出任何反抗 将蠕动肉团 畸形星鸟和黑眼圈白乌鸦 摆放到正确的位置之后 维尔度看响记台上 唯一的那根蜡烛 抬手将它点燃 接着他退了几步 异常郑重的用巨人语送念道 伟大的万门之门 无尽星空的领路者 所有神秘世界的钥匙 我祈求您回应 祈求您降临到这个世界上 他话音未落 祭坛内相继发出了 三道砰的声音 那对应鬼法师 秘法师和寄生者的 三个半神级怪物 就仿佛被无形之手捏住 只是略有挣扎 就直接爆开 化成了一团团 闪烁不同颜色光点的血肉 这些血肉 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力 在某种难以言喻的力量 引导下 聚拢在半空 勾勒出了一个又一个 邪义污秽的符号 数不清的符号 组合在一起 慢慢形成了一扇血肉 还在蠕动般的大门 超过五米高的大门 这大门立在机台上 内部一片黑暗 不知通向着哪里 那根代表门先生的蜡烛 火焰猛然窜声 照亮了整座血肉之门 照亮了那片黑暗 黑暗之中 有一个又一个 微弱心灰凝聚的光球 细看之下 他们都仿佛一只只 弯曲了身体的奇异重置 那些光球飞快扬起 竟组成了一条巨大的手臂 穿过血肉之门 都颇为困难的手臂 这明显不属于 人类的手臂抵在祭坛之上 用力地往外挤出 让整个血肉之门 甚至整片森林 整座岛屿都出现了摇晃 形同一场地震 维尔杜欣喜地看着这一幕 然后视线突然模糊了一半 有个东西从他脸上 掉到了草丛里 维尔杜下意识低头 只见一颗血管突出的眼球 在那里滚动 他的鼻子 他的耳朵 他剩下的那个眼睛 连同他身上的肌肉 一块又一块往下掉落 皆渗透出些许心灰 他的身体倒了下去 血肉完全崩溃 这个时候 那只手臂终于挤过了血肉之门 开始尝试将后续部分拔出 门后被照亮的黑暗里 一道又一道粗大的闪电 形成风暴 落了下来 可却被突兀涌现的血色潮水吞没 终于 一道由纯粹光球组成的巨大身影 穿过了血肉之门 下一秒 那些光球开始坍缩和层叠 似乎要进行可以产生质变的重组 周围的森林内 随之出现了一道又一道 来自于虚空的幽暗缝隙 这些缝隙直接吞没了树木的不同部分 将它们变得奇形怪状 与此同时缝隙里有不知源于哪里的飓风吹出 向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去 拜亚姆所在的整个蓝山岛 晃动得仿佛快要沉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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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的太难了 海浪教堂内 正因维尔渡传送离开没法监控而烦恼的阿尔杰威尔逊 忽然听见了一扇又一扇门打开的声音 这座城市位于不同地方不同位置的每一扇门 在这一刻都自行打开了 阿尔杰侧头望向了似乎是异常源头的城外森林内 房门被打开的瞬间 新白银城中早就因地震醒来的戴里克皱起了眉头 贝克兰德 特里尔 圣密龙等城市内 所有可以称之为门的事物都打开了 挥舞之上半坍塌的古老宫殿内 疯狂的蠕虫漩涡 本能地袭击着弹金人影和语者符号 却都没能成功 近一分钟过去 灯神忽然低笑道 你确实不是他 否则我已经扭曲你刚才的承诺 让他布置的封印自行解除 只有原主人被扭曲的话语 才能达到几个效果 你上次就是依靠这个办法 认出我不是鬼迷之主的 克莱恩的声音从语者符号内传出 灯神喝了一声道 对于他 我有至少十种办法见你 我等克莱恩回应 这弹金人影笑着说道 你现在这种状态似乎维持不了太久 好 交易达成 在我完成你两个愿望后 本纪元1368年结束前 你必须将许愿神灯送到星空 灯神的声音逐渐装严肃目 就像在宣布一条法律条文 这一刻他似乎基于这个交易 建立起了某种规则 不需要担心克莱恩将来会反悔 如果你不能完成这个承诺 即使你已经成为鬼迷之主 也会因此陨落并分裂 灯神告诫了一句 开口问道 说出你的两个愿望吧 主意 不要涉及较高层次的非凡特性 也不要超过我目前能力的上限 否则 愿望将以扭曲的方式实现 这是已经制定的规则 现在的我也无法违背 灰芒勾勒出的语者符号内 克莱恩的声音平静传出 第一个愿望 将贝尔纳带普斯塔夫之前许的两个愿望 记在我的名下 这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 灯神当即笑道 果然 你是想利用许到第三个愿望 就会遭遇不好事情的规则 对抗现在的困境 不错 这是基于我本身为何呢 我将满足你 让你痛苦的死去 克莱恩的声音再次响起 第二个愿望 让我的乌托邦 在灵界诞生对应的区域 这不设计序列的提升 也与较高层次的非凡特性无关 你肯定可以办的 灯神那淡金的人影摇晃了一下 笑着说道 你的愿望将被满足 石谷教堂内 克莱恩摸了下胸口那染血的十字木桩 似乎在考虑怎么将它弄出来 这个过程中 他随口问着亚当 你在第四季不尝试成神 是因为没得到零杠零吧 这是一个因素 更重要的是 那个时候 还有很多隐患没有解决 亚当目光和须地注视着前方巨大十字架 克莱恩侧过脑袋 看着这位空想家道 比如 那个时候 原初残留的意志还很强 话音未落 克莱恩的头顶突然留下了大量的鲜红的血液 可他的嘴角却微微翘了起来 亚当转过脑袋 看向了克莱恩 清澈的浅色眼眸内 映照出了那张留下了一股股鲜红血液的脸庞 他的表情依旧没什么变化 和须中带着些许怜悯 就仿佛神灵在注视世人 克莱恩微笑看着他 头部一寸寸裂了开来 这样的趋势随即蔓延到了他的身体 让他坍塌成了一滩血水 血水之中漂浮着衬衣外套等物品 沉着那个染血的十字木桩 和一面是样古老的镜子 在尸骨教堂内 在空想家亚当的神国中 克莱恩就这样诡异的死去了 身穿简朴白袍的亚当 看着这一幕温和而平静 不知是早有预料 还是消灭了自身的情绪 挥晤之上 古老宫殿内 那个疯狂的蠕虫漩涡瞬间失去了动静 分解成了一条又一条将死的灵芝虫 下一秒 这些灵芝虫变得虚幻 染上了灰白 仿佛融入了历史迷雾中 然后他们重新活了过来 一边闪烁着幽碎的光芒 一边蠕动着聚合在了一起 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 灵芝虫们重组为了一道人影 正是黑发赫童 正装衬衣的克莱恩墨龙地 随着这位元宝主人的回归 被摧毁的斑驳长桌和22张高背椅飞快复原 撒得满地都是的杂物们再次堆在了一起 克莱恩拿起那根镶嵌着多种宝石的星之杖 坐到了属于愚者的位置上 挥晤之上的整片空间随之震荡 奔涌出了磅礴而浩荡的无形力量 克莱恩旋即队占据了贝尔纳带祈祷光点的金色人影 点了点头道 我会履行我的城堡 灯神笑了一声道 看来你没有继承他的狡诈和无耻 很好 话音刚落 模糊扭曲的金色身影急速退去 不再投影于贝尔纳带的祈祷光点 做得不错 克莱恩一边分出一只灵之虫 回应了神秘女王的祈祷 一边低下脑袋向自己许愿道 我希望我能恢复今晚前的状态 他本体死去时 只带走了最核心的那部分奇迹师非凡特性 剩余的都被亚当的尸骨教堂隔绝 无法回收 当然 克莱恩还有很大一部分特性 在挥舞之上的这些灵之虫体内 在乌托邦目前残留的那些密友身上 查拉图不需要额外的非凡特性 也不想因此影响自身的状态 所以没直接利用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吸走乌托邦内的同途径特性 改用了别的方法再搜集 那相对缓慢 需要一定的时间 许下这个愿望后 克莱恩招来那块木布 披在身后 并啪的打了个响指 杂物堆内 之前从木布里分离出来的那些占卜家图境 序列9至序列3非凡特性 同时浮起 化作一个个纯净的光点 钻住了克莱恩的身体 他的状态瞬间就回到了之前 已接近消化完奇迹师魔药的时候 除了没有肉体 和遭遇袭击时毫无区别 紧接着 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与自身有密切联系的乌托邦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飞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我会永远追随光 追随手机阁下 追随愚者先生 第1986集 乌托邦内 脸上覆盖白须 戴着兜帽 穿着黑袍的茶拉图 立在圣阿里安纳教堂的屋顶 身旁围绕着罗塞尔古斯塔夫 威廉奥古斯都和神涅斯厄阿的历史投影 耐心的等待着尸古教堂的大门打开 戈尔曼斯帕罗自行走出 他的部分密偶在他的操纵下 处理着开始出现异变的少量乌托邦密偶 将暂时还保持正常的那部分密偶 留到了最后 就在这个时候 僵力不动的那部分乌托邦密偶身上 一根根虚幻细密的灵体支线突然上浮 急速飘向无穷高处 他们瞬间活了过来 起起转身 望向了查拉图和他的历史投影们 那一双双眼睛在黑暗中熠熠生辉 与此同时 巨大的阴影从隐约凸显的灰白雾气中落下 将整个乌托邦都笼罩于内 查拉图和他的历史投影们 本能就抬起了脑袋 望向了弥漫起淡淡灰雾的高空 此地不得封闭 下一秒 威廉奥古斯都的历史投影 抬起右手的长剑 庄严宣布道 那片笼罩了乌托邦的阴影 顿时摇晃了起来 出现了多处空隙 无法将这座密友城市 与外界彻底隔绝 罗塞尔古斯塔夫的历史投影当即化作庞杂的信息洪流 涌向了克莱恩圣渝的密友 要干扰他们的行动 神涅斯厄阿的历史恐隙影像 则攻击起那幕布般的阴影 扩大相应的空隙 查拉图随之将手一伸 把面前的虚空与自身提前定位过的狂暴海 另外一座岛屿连接在了一起 接下来 只要他往前迈出一步 就能脱离乌托邦 就在这个时候 克莱恩的那一个个密友 抢在信息洪流塞入他们灵体前 同时张开嘴巴 用巨人语送念出了一个咒文 如果在神器之地 因为有暴君的神力残留 所以仅凭这个名字 克莱恩就能直接引动神灵的力量 可外界不是这样 具体要不要惩戒喊出他真名的家伙 由风暴之主自己决定 克莱恩让密友们同时念出这个尊名 唯一的作用就是让风暴之主将目光投向这里 而作为全知全能武途径之一 风暴之主大概是最不希望看到亚当谋划得逞的真神之一 如果阿蒙成为了鬼秘之主 时空之王 这位暴君将陷入非常危险的处境中 时刻担心那位造物主之子会对付自己 帮助亚当或真实造物主登临星界之主的位置 所以比起黑夜女神和大地母神 风暴之主 永恒烈阳和知识与智慧之神 可能是更不希望看到亚当和阿蒙成功的存在 如果之后还有机会 克莱恩打算让密友们继续喊奥塞库斯和赫拉伯根 乌托邦的周围顿时变得阴沉 似乎蕴藏着难以言喻的自然之怒 查拉图还未迈出那一步 夜晚的高空就瞬间跳跃出了一道又一道不同颜色的闪电 他们张牙舞爪 他们肆意扩张 他们似乎将整个天空都笼罩在了雷霆的海洋里 震耳欲聋的声音荡开前 那些闪电就如暴雨一样落向了乌托邦 罗斯德群岛 新白银城 圆塔顶部 正在眺望地震源头的戴里克伯格 听到了门窗同时打开的声音 而且这不止一道 有成千上万道 虽然这没直接带来什么危险 但诡异的变化依然让戴里克高度警惕 他略有犹豫就准备去找现任首席维特希尔蒙 提议使用神级封印物荣耀之证 先将新白银城和附近森林内的新月城保护起来 然后再根据异变的进展决定要不要向雨者先生祈祷 就在他转身走向门口的时候 头顶纹着暗清符号的维特希尔蒙 从走廊中的光芒里出来 沉着嗓音道 弟弟的封印失效了 封印失效 戴里克直觉地认为 这与蓝山岛的异变有关 而比起门窗洞开 封印失效的后果极为后怕 立刻动用荣耀之证 戴里克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是一件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利用的神级封印物 曾经在神级之地帮白银城挡住了一次又一次灾难 让他们坚持到了当前时代获得了拯救 戴里克的想法很明确 那就是使用荣誉之证压制另外那件神级封印物大地的恩赐 压制很快会对周围产生负面影响的圣级封印物们 维特希尔蒙没有多说 当即做出决断 带着戴里克借光潜藏进入了地底 荣耀之证至少得有两位圣者才能利用 这也正是维特希尔蒙不立刻前往地底来找戴里克的原因 当然如果只是想简单的利用一下 那有取证的办法 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将相应的印记烙到身上 拜亚姆海浪教堂 一抹电光飞速窜入阿尔杰威尔逊的房间 化成了急促的声音 书籍主教可下 弟弟大部分封印失效了 只有某些物品件 利用效果克制达成的平衡 没有消失 阿尔杰眉毛微动 结合拜亚姆城内门窗的同时动开 察觉到了问题的不同寻常 他当即对着虚空道 你们立刻以三人为单位 组成一支支小队 将短时间内不会造成太大危害 以及有活着特性的二级三级封印物 带给弟弟 避免发生连锁反应 这样一来 弟弟将成为无人区 那些危险的封印物 一时半会儿都没法制造死伤 而随着时间推移 等到封印失效的异常过去 代法者们就能腾出手来处理这些物品 不过前提是 那三件一级封印物没有失控 它们一旦出问题 负面效果用不了多久 就会影响到整个拜亚姆 可封印已经失效的情况下 这三件物品很难不出问题 阿尔杰脑海内闪过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带上负面效果影响范围最广的那个 以自身的能力做出临时的管制 然后飞去大海之上 远离拜亚姆 这对他来说 短时间内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毕竟他也是位半神 最大的问题在于 剩余的两件一级封印物 毫无疑问会对拜亚姆造成相当严重的破坏 至少我尽力了 阿尔杰觉得这个办法又安全 又能应付风暴教会事后的调查 相当不错 他的目光下意识望向了窗外 那里对应着教堂附近区域的几座学校和祭品院 阿尔杰收回视线 沉默了两秒 叹了口气 继续说道 剩下的交给我 他的话语变成了一道又一道电波 组合成银白的闪电 飞向了地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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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的太难了 第1987集 向代法者们传递信息时 阿尔杰已飞快在脑海内制定了接下来怎么做的计划 他将抓紧时间向风暴之主祈祷 希望能得到主的庇佑或帮助 然后立刻赶往地底 利用本身的非凡能力 强行压制蔚蓝之门在内的三件一级封印物 这个过程中如果风暴之主回应了祈祷或者封印失效的异常及时结束 那自然不需要再考虑别的应对 但若是这两件事情都没有发生 而自己开始感觉吃力 那就向雨者先生求助 对阿尔杰来说 一旦必须这么做 不管采用什么方式 事后怎么遮掩 都难以逃脱被怀疑的命运 毕竟靠一人之力压制三件一级封印物 确实匪夷所思 到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 在异常结束 封印重新起效后 立刻弃职前逃 让过去那么多年的努力和辛苦白白浪费 让好不容易得来的书记主将位置就此丢去 不过和自己的生命比起来 这都是可以付出的代价和牺牲 至于拿到天灾之书的概率将直线下降等后果 阿尔杰目前倒是并不在意 他距离需要考虑这方面问题的层次还远 当然 作为风暴教会的半神 书记主教 他相信自己肯定处在风暴之主的注视中 弃职前逃之后 要想活下来 必须得到其他存在的庇佑 否则结局难以想象 而在这件事情上 他只能依靠语者先生 深吸了口气 阿尔杰快速送念道 同志天空的王者 主宰大海的皇帝 伟大的风暴之神 我祈求您的注视 祈求您的庇佑 送念完毕 阿尔杰将手一抓 带起一阵飓风 簇拥着他飞向地底 大概十来秒后 海浪教堂外面 拍击着低暗的潮水呼拉高涨 涌到了半空 这些蔚蓝的海水随即倾泻而下 将教堂笼罩于内 如同一层厚厚的屏障 屏障之内 银白的闪电接连闪烁 往着地底钻去 暴雨一样的闪电披落 照亮了整个乌托邦 照亮了大半个狂暴海 而这个时候 半空突兀出现了一座漆黑为底 镶嵌着众多颅骨的巨大教堂 还位于查拉图所在区域的上空 将周围所有闪电全部吸附了过来 让数不清的苍白颅骨间 跳跃起了扭曲的电舌 让那一扇扇彩绘玻璃 反射出明亮的光芒 亚当使古教堂 没能遮蔽住的地方 查拉图的密友 神涅斯厄阿的历史投影 连同克莱安的密友 都在狂暴的雷霆中 瞬间支离破碎 然后或直接消失不见 或缩小 焦化成一道道痕迹 即使化成信息洪流的 罗塞尔古斯塔夫历史投影 在这一刻也没能幸免 强烈的电磁风暴肆虐于这个城市 破坏了所有信息结构 趁着空想家挡住暴君的机会 查拉图向前迈出了那一步 走入了前方的虚空 而这虚空被他利用 诡秘逝者的非凡能力 与他提前定位的狂暴海 另外一个岛屿连接在了一起 两者间的距离缩短为了零 查拉图穿黑袍 戴兜帽的身影 飞快消失在了 被闪电照亮的虚空中 可下一秒 他出现的地点 不是远方的岛屿 而是乌托邦的 渊伟花旅馆上空 就在刚才 查拉图被风暴之威 震慑了一个刹那时 元宝内的克莱恩抓住机会 利用披在身上的幕布 调动原置的力量 强行将目标身前的虚空 嫁接到了渊伟花旅馆处 悄然改变了查拉图的关键布置 这就是本图境天使之王 对序列伊天使的压制 永不停止般的雷霆落了下来 将脸上留着又长又密白须的查拉图 笼罩于内 查拉图漆黑无光的眼眸 没有任何情绪的变化 身体急速变淡 在一道道闪电中消失不见 他来的只是一个历史孔系中的影像 他的本体正躲在历史迷雾中的某个碎片里 坐在语者那张座椅上的克莱恩 当即将目光投向了下方的灰白雾气 投向了雾气之中的无数光斑 他暂时没法找到查拉图 因为对方必然掌握着只有他或极少数存在 才知道的隐秘历史 但无法找到不代表克莱恩只能这么看着 耐心等待对方抵达极限 难以再停留于历史迷雾中 作为元宝的主人 为格达到天使之王的存在 克莱恩哪怕只能对这份原制做初步的利用 也能完成很多事情 下一秒 克莱恩打开盒子 招来语者牌 将他包容在了体内 瞬息之间 他变成了穿五彩衣物 带华丽头饰 气质幽深恐怖中 带着几分滑稽荒谬感觉的语者 整个元宝随之轻轻晃动 语者克莱恩用右掌握着的星之杖尾端 处了下斑驳长桌的边缘 现实世界中 灰白的雾气凸显了出来 一座古老的宫殿位居其上 若隐若现 那古老雄伟的宫殿内 一道由无数光球组成的奇异光门 飞快勾勒 散发出了无形而恐怖的犀利 整片历史迷雾顿时沸腾 某个克莱恩没有点亮的地方 查拉图的身影飞快浮现 难以遏制的向着无穷高处投去 非凡特性聚合定律 克莱恩借助元宝 将非凡特性间的聚合之力 直接投射到了历史迷雾中 这个时候 查拉图穿黑袍戴兜帽的身影 一下坍缩 便薄成了苍白的纸人 他的本体随即出现在了 狂暴海另外一个岛屿上 并快速利用 鬼秘逝者的非凡能力 将聚合倾向连接到了 一张张纸人上 抓住纸人换起来的空隙 查拉图快速许了个愿望 我希望我的非凡特性短暂平静 把话音刚过 双掌一合 已然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这让他摆脱了元宝 加愚者牌 加鬼秘逝者 非凡特性 带来的犀利 与此同时 他退后一步 准确踩到了一个乳白色的石头上 而这个石头 早就被他与某个地方连接在了一起 做了某种程度的固化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远处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会带来好运 第1988集 随着查拉图这一彩 他的身影瞬间消失 不知去了哪里 那块石头则遭遇了风化般 片片瓦解 与者克莱恩的目光 从无穷高处投了下来 与周围扫视了一圈 没能找到查拉图的身影 这意味着对方脱离了他的视线 克莱恩没有犹豫 立刻将重心放在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他早有准备的让星之杖上的各个宝石亮起 模拟出了偷盗者途径欺诈规则的能力 将自己肉体的复活地点 改到了某个不在乌托邦的密偶处 之前有几位乌托邦居民 因各种各样的缘由去了别的城市 别的地方 以进一步深化与现实世界的交互 克莱恩现在选择的是一个旅行爱好者 他如今在某个山脉内 随着复活后半段的进行 克莱恩取出愚者牌 招来了之前准备好的九种灵界特产 将他们和那块木布一起容纳到了自己体内 紧接着他又用星之杖调动元宝的力量 再次模拟了偷盗者附近欺诈规则的能力 让九种灵界特产和那块木布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下一秒钟 无数光之碎片与那个呆在半山腰的密偶周围浮现 而那个密偶体内一条灵之虫飞了出来 不断裂变 与光之碎片们结合在了一起 很快光之碎片凝聚成了一团光球 光球则拉伸固化成了克莱恩的身影 克莱恩的身影刚刚勾勒完毕 就化成一条条透明扭曲的蠕虫 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让那块木布和九种灵界特产掉落于地 然后灵之虫们完成了虫组 部分演变为半高丝绸礼帽和衬衣 马甲正装长裤 克莱恩没有浪费时间 立刻设起那块木布和灵界特产们 认真的调配起魔药 于他而言 这是晋升鬼秘逝者最好的时机 一方面 仪式的效果已借助灯神完成 而这不会一直维持 将逐渐消失 另一方面 最有可能破坏他仪式的亚当 正被风暴之主压制 腾不出手来干扰 如果平时服侍魔药 晋升序列一 克莱恩真的担心 空想家亚当会于关键时刻 借助集体潜意识大海 悄然给自己一个负面情绪 那样一来 失控是必然的结局 他刚才呼喊列奥德罗 主要目的不是对付查拉图 而是拖住亚当这位真神 举行鬼秘逝者仪式时 没法提前用元宝的力量 扭曲一个神国雏形出来 隔绝内外 让克莱恩在里面晋升 因为那会导致仪式与灵界对应区域 无法建立起联系 从而失效 不到十秒 一瓶幽暗仿佛夜晚海水的魔药 出现在了克莱恩的掌中 与此同时 他留在元宝内的身影 啪的打了个响指 满足了祈祷光点和深红星辰内 积攒的少量愿望 让奇迹师魔药的最后一点 彻底消化 元宝内的身影随即自行淡去 让克莱恩的本体变得完整 让他能以最好的状态 扶持魔药 雷霆又一次照亮大海时 克莱恩抬起右手 将来自密友的那个瓶子凑到了嘴边 咕噜喝下了里面轻如空气般的魔药 随着鬼秘逝者魔药进入身体 克莱恩顿时有了种膨胀起来的感觉 转瞬之间 他失去了对肉体 对灵之虫的感应 眼睁睁看着他们虚化散开 融入了无法以正常语言描述 无法用正常逻辑理解的灵界 似乎要崩解成抽象的 庞杂的各种信息 这一刻 克莱恩只有意识还勉强保存 具备自我认知 他就那样漂浮于充斥着 无数奇异身影的灵界之中 在失去了对身体和非凡特性的感应后 进一步承受起各种各样的意念 信息 知识 符号和标识的冲刷 在彻底丢失自我 与灵界合二为一的边缘徘徊 如果一直这么持续下去 克莱恩肯定会完全迷失 但这个时候 灵界某个区域 与他的意识产生了联系 那里对应着一座城镇 里面的人们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他们拥有自己的名字 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命运 彼此交错着 缠绕着 带来了完整的灵界信息 也就是抽象意义上的概念 这座城镇最终毁灭于一场恐怖的天灾中 埋葬在了历史尘埃里 克莱恩物际一样散开 几乎融入灵界的身体 在命运的引导下 与乌托邦不同密友的灵界投影 结合在一起 重新拥有了实质 拜亚姆海浪教堂弟弟 一个不在密闭的房间内 阿尔杰伸出双手 按住了面前的那扇门 这扇门表面呈蔚蓝色 突出了一个又一个神秘怪异的浮雕 它已经半场开来 里面是没有一点光亮的深沉黑暗 不知连通着哪个世界 这黑暗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 此时正水流一样静静往外涌动 侵蚀着周围的区域 阿尔杰双脚用力让地面裂开 喷勃出了赤红近白的岩浆 这是他制造的灾难 目的是阻断那片黑暗的前进 但是汹涌爆发的岩浆进入黑暗后 一点动静都没产生 就消弥殆尽 那片黑暗因此往回缩了一点 停滞了一秒 又继续往外侵蚀 阿尔杰连续制造飓风暴雨雷灾 一次又一次的将黑暗挡了回去 而他的双手将那蔚蓝之门牢牢按住 没让他更进一步的敞开 如果只面对这一级封印物 阿尔杰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有余力尝试封印 但此时此刻 他周围还有两件同样危险的物品 这逼得他只能高声歌唱 用死亡的旋律影响周围 干扰其他风影物的运转 并在身旁筑起了一层层 蔚蓝海水构成的墙壁 这墙壁一点点染上了灰白 似乎变成了石头 这样的趋势无法遏制 一直向着阿尔杰的身体蔓延而去 最多还能支撑三十秒钟 从保之主一直没有回应 阿尔杰脑海念头电转 压制住种种不舍和不甘 迅速做出了决断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让掌心凸显出了一片六角形的晶莹雪花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塔罗会后遗留的印记 可以代替宋念尊明 让语者先生的目光投向这边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和乐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费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你考虑做我的卷者吗 蓝山岛 那片原始森林内 血肉之门处 一层层坍缩凝聚 寻求质变的光球们 似乎组成了一道 由层层叠叠的门构建的身影 这身影以血色的潮水为袍 形体一直在扭曲变化 映照出了不同的星球 不同的地域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刺目的阳光照破夜色 从星界落下融化了图中碰上的所有事物 这道阳光外无法看透的黑夜涌来 试图吞没掉正寻求晋升序列灵的门先生 伯特利亚伯拉罕 祭坛所在的那片大地则猛烈摇晃 裂开了巨大的口子 要让血肉之门和伯特利亚伯拉罕 一起落向地心深处 直面那片包容所有颜色 所有可能般的混沌海 紧跟着一道蒙蒙微光 从虚无中透出 笼罩了这片森林 尝试着将树木 泥土 祭坛 还原成最基本的威力结构 而这微光唯一露出的缝隙处 一双黄铜色的眼睛浮现了出来 他们注视着血肉之门和伯特利亚伯拉罕 要将他们的样子映入自己的瞳孔内 门先生发出了一声低吼 让身上披着的血色长袍扬了起来 这长袍与血肉之门后 涌动的鞋翼潮水连通 往周围扩散出了飞红的月华 一触碰到这月光 那无法看透的黑夜 就自行聚拢了起来 伸展出四肢和脑袋 变成了一个幽影般的女性人类 她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意识 不再受使用者驱使 没有例外 刺目的阳光变成了身穿火焰盔甲的年轻男子 摇晃的大地长出了眼睛 闭上了嘴巴 萌萌微光化成了屏障上 凸显出了圣人的五官 黄铜子的眼睛周围 一根根睫毛钻出 化成了羽翼 这些阻止和干扰同时陷入了混乱 让门先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 抓住这个机会 他进入了成神的最后一步 就在这时 那血肉之门突然自行坍塌 覆盖到了门先生的体表 让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克莱恩的身体仿佛分裂成了无数个人 他们有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坚持 自己的命运 生活在一个叫做乌托邦的城镇里 这些人很快度过了短暂的一生 在暴雨般落下的闪电里 清醒了过来 认知到了自己最本质的身份是什么 是周明瑞 也是克莱恩莫雷蒂 还是夏洛克莫里亚蒂 格尔曼斯帕罗 道安唐泰斯 梅林赫尔莫斯 一件事物可以有很多名字 但它的本质不会改变 这一个个人抬起了脑袋 在灵界之中 那个虚幻的城市望向无穷高处 他们看见了虚幻细密的灵体之线 看见了一个由部分梧桐之眼 和部分扭曲之线构成的符号 以这个符号为核心 克莱恩的身影勾勒了出来 眼睛紧紧闭着 一条条灵之虫 一点点非凡特性 一个个自我认知 从乌托邦对应的灵界区域飞起 投向了克莱恩略显虚幻的身体 让它逐渐拥有实质 到了这一步 克莱恩的灵体和血肉之躯 再也没有明显的界限 它既一体又分散 处在相当微妙的状态中 也就是说 灵体可以等于血肉之躯 血肉之躯也能融入灵体 只要克莱恩愿意 随时能在这两种状态中转化 当然 它也可以让血肉之躯和灵体 分开 各具特异 这只是一个念头的事情 两秒钟 重组完成 漂浮于灵界深处的 克莱恩 睁开了眼睛 瞳孔只剩深黑 没有半点光亮 它已晋升序列一 称为鬼秘逝者 无声无息间 它的身后浮现出了一片灰白的雾气 雾气之上是一个古老的宫殿 宫殿内部屹立着一扇沾染些许清黑 由无数光球组成的门 这光门相当清晰地出现于灵界之中 分离出了一道颇为模糊的虚影 投下了克莱恩的身体 随着这虚影化作复杂的符号 烙印于克莱恩的眉心 整个灵界和外面的现实世界 都出现了轻轻的晃动 仿佛遭遇了一场来自极远处的地震 这一刻 克莱恩的周围变得幽深 出现了一颗又一颗虚幻的星辰 它们围绕着那扇奇异的光门 似乎想要聚拢过去 这些虚幻的星辰里 最为庞大的两颗重叠在了一起 对应着现实世界某个区域 而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大的星辰 位于别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 克莱恩透过这些虚幻的星辰 看到了某个岛屿上的门先生和阿蒙 看到了隐秘世界破败宫殿中的 安提哥努斯 看到了藏在未知之地的查拉图 看到了伦纳德身上的帕列斯索罗亚斯德 看到了乌岸摩朗 科塔尔 借助更进一步掌控元宝时产生的异变 克莱恩找到了鬼秘三途径对应的天使和天使之王们 当然这种视野只能存在这么短短的几秒钟 一旦阿蒙和查拉图他们反应过来 用正确的方法隐藏了自身 克莱恩将无法再锁定他们的本体 没有犹豫 克莱恩抬起右手 啪地打了个响指 本来放在元宝内的星之杖随之出现在了他的掌中 而他也分出了部分灵之虫 让他们进入元宝 预防异变 回应信徒 成为鬼秘侍者后 克莱恩对元宝的掌控进一步加深 能随时随地取出里面的物品 下一秒 星之杖上的多种宝石亮起 克莱恩的身影消失在了灵界 瞬间漫游到了一片沼泽中 漫游到了查拉图的面前 戴兜帽穿黑袍 满脸白血的查拉图 没有慌乱 一边利用鬼秘侍者的非凡能力 做着各种各样的连接 一边伸出左手 往前方虚空里抓了一下 渐渐的 阿尔杰的身体染上了些许灰白 即将实化 难道因为监控维尔都的任务失败 遇者前生不再眷顾我 就在这时 他眼前浮现出了一片灰白的雾气 所有的封印物都安静了下来 门先生伯特利亚伯拉罕 被血肉之门覆盖住后 耳旁回荡起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你想将灾难带回现实 伯特利亚伯拉罕的动作 顿时出现了一定的迟缓 放弃吧 放弃吧 我有办法处理 我会让你安眠的 让你获得想要的瓶颈 那熟悉的声音又一次响起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会带来好影 第1990集 门先生由光球坍缩成的人影 停滞在了那里 似乎陷入了激烈的内心搏斗 他体内层层叠叠的门 只差那么一点就能完全重合 虚幻的哗啦声里 勉强还能挤过血肉之门缝隙的 飞红潮水愈发凶恶 那血色的袍子重重落下 要再次裹住伯特利亚伯拉海 可随着他的下落 周围长出了羽翼的黄铜色眼睛 身穿火焰灰甲的年轻男主 突显出圣人五官的萌萌光照 睁开眼睛 闭上了嘴巴的大地和幽影般的女性 同时消失了 无声无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刹那之间 这片森林上空出现了一轮 炽烈耀眼的太阳 白昼取代了黑夜 让所有的阴影都急速褪散 这逼得那血色的长袍又一次扬起 洒出更多的飞红月光 让接连而来的众多干扰 回归了母亲的怀抱 抓住这个机会 门先生那道光影闭上了略显虚幻的眼睛 逼下了脑袋 他艰难而痛苦的发出了返回现实后的第一道声音 他的身影彻底凝固 接着举起右手 凑至脸庞 下一秒 门先生的脑袋抬了起来 右眼戴上了一片水晶磨成的单片眼镜 这单片眼镜上 一抹光芒瞬间爆发 照亮了整个世界 这一刻 所有封印失效的错误都被修正 所有看似正常的行为都出现了错误 所有的时钟都直接跳过了好几秒 偷盗者序列灵错误的仪式时 在别人的成神仪式上顶替他的位置 而门先生的回归 似乎直接就触发了他的成神仪式 光芒旋即收敛 门先生已变成了戴肩顶短帽 穿古典黑袍的阿门 这位独神者的手中 还握着一把纯粹星光铸就的 是样略显古朴的钥匙 他的上方血色长袍落了下来 要将他环抱于内 他的身后飞红的潮水 愤怒地挤过血肉之门的残骸 要彻底挤入这个世界 这短短的一个瞬间 血色月光大盛 将太阳 黑夜 大地 蒙蒙青光 和奇异白塔 全部挡在了外面 面对来自外神的侵蚀 阿蒙嘴角微微勾起 右手一伸 不知从哪里拿出了一块 表面斑驳 异常古老的石板 第一块亵渎石板 然后 他将这混沌海孕育出来的石板 堵到了血肉之门残留的缺口上 并以此为替身 承接了下落的血色长袍 第一块亵渎石板 随即变得虚幻 仿佛连通了一片 包容着所有颜色 所有可能的无银大海 这大海汹涌着 吞没了血色长袍 挡住了来自星空的飞红潮水 本就坍塌的血肉之门 急速萎缩 很快就消失不见 一道愤怒恐怖的吼声 传了过来 回荡不休 下一摇 高空红月再现 飞快褪去颜色 变得皎洁 而皎洁之上 似乎有一道巨大的 扭曲的飞色人影 戴肩领软帽 穿古典黑袍的阿蒙 正了正戴于右眼的单片眼镜 对注视自己的飞红人影 和皎洁明月挥了下手 然后擒着笑容 微微欠身 向四周行了一礼 树立着巨大十字架 被无数颅骨用空洞眼睛注视的 尸骨教堂内部 身穿简朴白袍的亚当 看了眼彩绘玻璃外 毫无停息迹象的闪电 慢慢起身 走到克莱恩留下的内滩血肉前 弯腰拾取了那面 适样古老神秘的镜子 接着他转过身体 向第二块亵渎石板走了过去 查拉图从历史迷雾里 召唤出来的第一道人影 依旧是穿绣金线暗红外套 留绿色微卷长发的 罗塞尔古斯塔夫 对于这位鬼秘侍者来说 自己漫长生命里认识的 可以召唤的天使并不少 可比序列一知识皇帝更强的 只那么寥寥几位 比如成为半个语者前的 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 比如命运天使乌洛流斯 比如可以间接取得 红天使力量的战争之红 军团高层 但在当前这种情况下 查拉图认为 首先召唤罗塞尔古斯塔夫的 历史恐隙影像 更加保险 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 成为半个语者前 同样是序列一的 鬼秘逝者 会被更进一步掌握元宝 为何超越大部分天使之王 接近真神的敌人压制 查拉图选择 与玫瑰学派亚当合作后 召唤命运天使乌洛流斯的成功率 毫无疑问会直线下降 不适合紧急关头尝试 能从过去的红天使那里 借取力量的战争之红高层 因为不是直接拥有能力 实际发挥出来的效果 不会比知识皇帝 罗塞尔古斯塔夫强多少 相比较而言 查拉图肯定首选自身最熟悉 也最容易召唤成功的 那个历史投影 他的计划是 抓住戈尔曼斯帕罗 直接漫游过来 为提前准备历史恐隙影像的机会 用知识皇帝罗塞尔古斯塔夫 战争之红军团的高层 神涅斯厄阿缠住对方 给自身创造奇迹 留出足够的时间 罗塞尔的身影刚一浮现 立刻就于眼眸内 凝聚出了一个又一个复杂而虚幻的符号 要将大量的庞杂的无用的知识 灌入目标脑海 撑爆他的脑袋 与此同时 查拉图一边利用提前布置的种种连接 转移着方位 这片沼泽是他的主场 一边让一根根滑腻透明的触手 穿透戴兜帽的黑色长袍 延伸向历史迷雾内 召唤战争之红军团的那名高层 就在这个时候 罗塞尔古斯塔夫的历史投影 突然转头 借助彼此间的微妙联系 望向了查拉图的本体 查拉图的脑海 一下就被大量的冗余信息和无用知识塞满 脑袋几乎直接爆炸 思绪短暂无法转动 他僵硬在了那里 他的眸光甚至未来得及发生变化 他召唤的知识皇帝 罗塞尔古斯塔夫历史投影 竟然背叛了他 对于这样的结果 克莱恩既意外又不意外 不意外在于 这本身就是他主导的事情 他在元宝内的灵芝虫 已将罗塞尔当前的状态 和克莱恩自己经历过的隐秘状态 嫁接到了一起 意外在于 亚当竟然没提醒过查拉图 小心罗塞尔古斯塔夫 克莱恩之前察觉到事情有些巧合后 做的准备就是利用语者符号 与罗塞尔古斯塔夫封印间的联系 通过对应的祈祷光点 将一条承载了某些话语和某种意志的灵芝虫 化成光芒 丢给了那位沉睡中的老乡 将它唤醒并借助奇迹 给了它一点短暂压过堕落母神侵蚀的力量 那个时候 克莱恩预防的最差情况是 自身出了某种意外 无法联系上元宝 而元宝内的灵芝虫和分散于不同地方的其他灵芝虫 都因此失控疯 无法自救 一旦他给罗塞尔的灵芝虫一变 罗塞尔就会知道出了问题 将用黑皇帝扭曲秩序方面的能力 让那条灵芝虫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住清醒 至于灵芝虫和罗塞尔会商量出什么自救的方法 克莱恩自己也不清楚 这就是他能瞒过亚当的真正原因 有了诚实大厅的经验 克莱恩知道面对空想家时 自己不会有任何秘密 凡是他脑海内想过的自救办法 不管是过去积攒的 还是现在刚产生的 都会被亚当清清楚楚的看见和听到 在他这个层次 唯一的规避办法就是 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怎么自救 当然空想家亚当 毫无疑问的知道克莱恩有条灵芝虫 在罗塞尔古斯塔夫的黑皇帝灵芝内 明白他的后手必定来源于此 但他没法去窥探 因为那是被堕落母神污染的地方 那是被星空侵蚀的神灵 窥探罗塞尔古斯塔夫的想法 就如同在窥探一位外神 这是位格上的差距 正因为如此 克莱恩能非常淡定的询问各种隐秘 解读第二块 解读第二块 解读十板 这一方面是知识确实诱人 另一方面则是他在拖延时间 等待那边完成自救 同时他也是不让自己的脑袋完全空闲下来 不由自主的思考自己会怎么自救 克莱恩因此初步怀疑 亚当给他分享那么多隐秘 除了某些他目前还猜不到的原因 就是在诱导他去思考怎么自救 从而找到线索提前阻止 所以诗古教堂内那一次次问答 本身也是心智层面的交锋 克莱恩必须时刻控制住自己 不让思绪跑偏 而这样的前提下 亚当是明确知道罗塞尔古斯塔夫 有可能出问题的 但他竟然没有提醒查拉图 不管那是因为什么 克莱恩都没有放过眼前机会的想法 他当即抬起手中的星之杖 熟练的模拟出了阿蒙十只虫的能力 一个古老斑驳的十字大中虚影凸显 表盘被灰白和青黑分割成了不对称的十二个部分 每个部分都有代表不同时间的不同符号 十字大中核心的三根指针之一跳动了一下 查拉图的本体完全凝固在了原地 克莱恩当即化成了一团伸出无数滑逆触手的蠕虫漩涡 漩涡的中央是一扇奇异的光门虚影 光门不动 漩涡急转 恐怖的犀利肆虐 强行将查拉图体内的非凡特性 一点点抽了出来 这是当初帕列斯索勒亚斯德用来对付阿蒙真身的伴侦 依靠卫格强制聚合 一点点非凡特性飞出越来越快 等到查拉图摆脱了时间的凝固和头脑的爆炸 他已是无法抽离 只能隐含绝望和唏嘘地看着自己的身体被彻底带起 落入了那团幽深灰暗的独虫漩涡内 几秒后 那团漩涡重新勾勒出了身体 克莱恩的双脚踩到了地面 历史迷雾中查拉图的身影一次又一次出现 可都没法从他那里夺回非凡特性 最终只能黯然消逝 难以彻底复活 克莱恩利用还未完全消除的仪式效果 直接吞掉了查拉图的那份特性 他要一次降低体内天真的影响 诗海教堂还在雷霆海洋中沉浮时 穿简朴白袍留蛋金胡须的亚当 突兀地出现在了神战遗迹那片海域的边缘 大海随即分开 出现了一条道路 直通染着远古太阳神鲜血的地方 直通巨人王庭投影所在 直通神器之地 神器之地的深处 某个山峰顶端 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树立 倒掉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浅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处 第1991集 深夜 哐当哐当的门窗洞开声 让文德尔从沉睡中惊醒 警惕地翻身下床 环顾了一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乌托邦遭遇了特大风暴 几天没睡好的文德尔 好不容易进入睡眠 却不得不起床 思绪一时还有点凝固 整个人显得颇为茫然 他旋起发现 大开的窗户处并没有狂风吹入 也没有雨水飘进 那就像是他自己梦游中打开 为了呼吸口新鲜空气 文德尔诸然就联想到了 自己经历过和通过卷宗了解的 那些超凡事件 联想到了曾经统治自己心灵的 对未知的恐惧 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变化 也猜不到自己会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背后一阵发冷 又有站立暗声 就在这个时候 他听见门外喧闹了起来 各种各样的声音 钻入了他的耳朵 那有蹬蹬蹬的奔跑声 有对某些行为的审判声 有对当前秩序的修改声 也有毫不掩饰的呼喊声 温德尔听得又诧异又迷茫 忍不住走到门口 左右张望了一眼 他随即看见了不算熟悉 但勉强认识的军情九处同事们 看见了今晚轮值的修迪尔查上校 军情九处 通过我找到了乌托邦 要处理这里的异常 温德尔刚闪过这么一个念头 就下意识皱起了眉头 他发现外面那条走廊的布置 和鸢尾花旅馆截然不同 两侧不仅有煤气壁灯 还有古典灯台 地板保养的非常光亮 层高超过三米 这 这不是约美花旅馆 温德尔猛然转身 重新打量起所在的房间 他很快就认出 这是自己在军情九处总部的睡房 行李箱静静地摆在角落里 没有一点移动的迹象 温德尔记得很清楚 自己前往乌托邦 是通过房间内那个灌洗室 室前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所以根本没带行李 只拿了那封来自乌托邦治安法庭的文书 他快步跑到窗边 望向了外面 映入他眼帘的是属于军情九处总部的那个花园 和那片草坪 我 我又回到贝克兰德了 或者我根本就没有重返乌托邦 刚才只是太来睡着 做了个梦 温德尔茫然地走回了床边 坐了下来 隔了十几秒 他突然窜起 从地上捡起了外套 然后他看见外套的内侧口袋里 静静躺的那份 本该放在抽屉内的乌托邦法庭文书 温德尔静默了下来 仿佛变成了一尊雕像 旅行专栏作家莫妮卡同样在窗户和大门 碰当一声撞到墙上的动静里醒了过来 他一下坐起 拉高被子 挡在了胸前 睡眼行松的他 第一反应是有强盗闯进了旅馆 于是酝酿着就要纵声尖叫 换来警察 可接下来的十几二十秒内 莫妮卡完全没听见有脚步声进入自己的房间 只是走廊上似乎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 讨论的声音此起彼伏 夹杂着各种各样的咒骂 莫妮卡初听没觉得有什么 反倒寻着外面人群的话语 认真地思考起这场奇异事件的缘由 想把他写到自己的邮寄里 可听着听着他渐渐发现了不对 乌托邦的冤尾花旅馆哪有这么多客人 他记得非常清楚 自己所在的这一层最多五个房间有住客 这还包含了他这一间 这个刹那 莫妮卡想到了自己看过听过的那些鬼故事 顿时有种门外都是怨魂幽影的感觉 他本来将脚伸向了床边 预备出门参与讨论 掌握更多的细节 为之后的写作积累素材 此时刷的一下把脚收了回来 整个人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好几秒后他听到有位男士在说 我问了旅馆老板 他说他也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也许刚才有一场短暂的风暴 都回房间休息吧 坐门窗 我明天必须早起去王国博物馆 王国博物馆 莫妮卡一下愣住 作为一名邮寄作家 作为在乌托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旅行者 他当然知道这里没有王国博物馆 在鲁温王国 冠以这样名头的博物馆必然在贝克兰德 而从乌托邦乘坐蒸汽列车到贝克兰德 还需要很多个小时 就算早起到了那边 也来不及在王国博物馆壁馆前赶到 莫妮卡疑惑的慢慢的掀开了被子 听见门窗关上的声音接连不断传来 他小心翼翼下床走向了门口 这个过程中 他逐渐看清楚了月光照耀中的房间 莫妮卡差点尖叫出声 这里根本不是他之前睡的那个客房 无论格局还是布置都完全不同 刚才想起的那些鬼故事 再次涌入了他的脑海 让他双腿一软 险些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 就在莫妮卡牙齿碰撞 发出嘟嘟嘟的声音时 他看见桌上摆放了一张旅游名片 这是为住客们准备的 外出时带上他就不会找不到回来的路 哪怕自己不识字 也可以用来请人指路 莫妮卡下意识靠近过去 借助月光辨认清楚了名片上的单词 卡尔彭萨旅馆 贝克兰德西区 莫宁街19号 贝克兰德西区 贝克兰德 莫妮卡的眼睛一下睁大 产生了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贝克兰德西尔斯顿区 一栋有壁炉的房屋内 弗尔斯听到了门窗 匡当打开的声音 却没有立刻醒来 因为他陷入了一场怪诞的噩梦中 怎么都没法挣脱 他梦见老师多里安格雷亚布拉罕 被家族封印物影响 血淋淋的死在了自己面前 梦见自己失控变异 画成一条又一条弯曲成门形的星光重置 不由自主的飞向了一扇血肉之门 梦见末日降临 汹涌的血色潮水淹没了整个世界 修和格尔曼斯帕罗等人都无法幸免 终于 弗尔斯摆脱了梦境 坐了起来 大口喘气 身为一名半神 曾经是占星人的半神 他知道这样的梦境必然意味着什么 忙收敛住情绪 抬头望向前方 伟秘之主都更新了呀 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嘴远助 8082Audio制作 真不错 今天去哪里设计素材呢 魔药消化进度良好 搞件也不急 要不今天歇下吧 第一千九百九十二集 卧室内那个秃度窗上的玻璃不知什么时候完全冻开了 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而且与末日与亚伯拉罕家族与学徒途径存在一定的关系 福尔斯无声自语了两句 当即起身 披上斗篷 准备传送去老师那里 确认他的安危 这样的变化 让他对晋升序列三 百智序列二 平添了几分紧迫感 从愚者先生和世界格尔曼斯帕罗那里知晓 末日之事后 福尔斯其实已经在努力 但秘法师魔药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够消化完的 而且没做什么贡献的情况下 他也不好意思向老师索取漫游者的配方和材料 当然如果他愿意 完全可以从门先生那里获得 但事前得到过提醒的他 怎么可能被蛊惑 身影一闪 福尔斯消失在了房间内 几秒后 他出现于多利安格雷亚伯拉罕的住处 看见老师坐在那里 按着心脏 一副受到了惊吓的样子 需要药剂吗 福尔斯小心翼翼的问了一句 他又从月亮先生那里购买一些治疗老年疾病的药剂 多利安深吸了口气 摇了下头道 不用 福尔斯顿时放松了一些 老师 我梦到你遭遇了封印物的负面影响 我周围的门窗也发生了不必要的变化 所以过来看一看 多利安抬头望向洞开的窗户 表情凝重的说道 你的梦没有错 我刚才鲜血死去 但最关键的时候 封印又产生了效果 说到这里 他猛然起身 对福尔斯道 快 带我去别的地方 我担心其他家族成员出意外 福尔斯没有犹豫 当即抓住老师的胳膊 问清楚了准确的地点 他们的身影飞快淡化透明 消失不见 与色块层叠淡雾弥漫的灵界穿梭了好几秒后 福尔斯和多利安突然脱离了当前环境 落到了一个疑似书房的地方 这里站着好几个人 他们都是掌握不同封印物 可以履行的亚伯拉罕家族成员 维洛斯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多利安脱口问道 维洛斯等人同时摇了摇头 又茫然又惊惧 下一秒 虚空中冒出了数不清的璀璨星光 这些星光飞快凝聚在一起 化成一件又一件事物落到了地上 这里面有微缩的星光之门 有一条条重制爆成的水晶球 有半透明的试样奇异的钥匙 有静静燃烧的璀璨火种 不知为什么多利安维洛斯等人脑海内 油然冒出了一个又一个名词 序列三漫游者非凡特性 序列四密法师非凡特性 序列一星之士非凡特性 序列二旅法师非凡特性 而且这都不是单份 哪怕序列一的星之士非凡特性 也有两份 另外 旅法师达到了三份 甚至更多 亚伯拉罕家族的几位关键成员和弗尔斯 都一点点张开了嘴巴 久久没能合拢 等到这些非凡特性掉落完毕 周围再没有任何异常发生 变得一片安静 近乎凝固的静默维持了近十秒后 维洛斯等亚伯拉罕家族成员刷的一下将目光投向了弗尔斯 感觉到那种警惕 提防和恐惧混杂的情绪后 弗尔斯主动向旁边退了好几步 并开口提醒赵 小心负面影响 哪怕非凡特性还没有和周围事物结合 形成封印物 也是具备一定负面影响的 只是大部分时候必须直接接触 才会产生效果 当然 这里的非凡特性都属于高序列 会不会主动扩大干涉范围 谁也无法肯定 见弗尔斯没表现出明显的贪婪 多里安点了点头道 等你消化完密法师魔药 就可以考虑今生许列三漫游者了 我会给你魔药配方 替你准备相应的材料 当然 到了这个层次 许列越高 面对的危险将越大 这是客观情况 不以个人的意志和不止为转移 到时候 是否需要今生 由你自己决定 他说这番话语 一方面是爱护学生 另一方面则是稳住学生 告诉他亚伯拉罕家族 拥有的就等于他的 不会有谁将他视作外人 故意在序列提升上为难他 这能有效消除 些许贪婪带来的头脑发热 而一下收获了这么多高序列 非凡特性后 维洛斯等亚伯拉罕家族成员 对一份漫游者非凡特性 倒是没什么不舍 甚至认为 用他来换取和平 是绝对超值的 毕竟这里只有一位半神 那就是福尔斯 在亚伯拉罕家族成员们 来不及动用零级封印物 也因刚才封印接近失效 没敢取出大部分 一级封印物的情况下 福尔斯完全有能力 解决他们所有人 面对老师的承诺 福尔斯恩了一声道 这是隐藏空间的门被打开了 他以为眼前的高序列 非凡特性都来自 亚伯拉罕家族的宝库 只是因之前的异常 被丢回了现实世界 不过他也觉得数量 明显太多了 不是 多利安缓慢摇头 一脸的迷茫 其余亚伯拉罕家族成员 保持住沉默 同样的茫然 天将宝物这种事情 如果不是发生在自己眼前 没谁会相信 要不要向雨者先生做次祷告 福尔斯试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隐约有点猜测的多利安 当即看向了维洛斯等家族成员 见已经改信雨者先生的 都点头同意 尚未改信的都明显犹豫 想要反对 考虑了一下 多利安平稳住心情道 你们将负面效果 是范围型的部分特性 按照正确的方式搜集起来 防止他们与周围事物结合 我到旁边向雨者先生祷告 好好好 在场的其中几位亚伯拉罕家族成员 迟疑了两秒后 都答应了下来 接着他们抓紧时间 分辨特性尝试搜集 等这部分成员已有一定的收获 多利安才退到学生福尔斯的身旁 低头向雨者先生祈祷 很快 他眼前浮现出了一片灰白的雾气 和一座位于雾气深处的古老宫殿 耳畔则回荡起了高渺庄严的声音 这是门先生的遗物 你们的血脉诅咒彻底解除了 门先生的遗物 遗物 多利安咀嚼着那个单词 睁开眼睛 再次将目光投向了那些高血烈非凡特性 他沉默地看着 视线渐渐模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诡秘之主 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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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真的太难了 第1993集 东切斯特郡霍尔家族的庄园内 刚弄清楚先前爆炸声和嫡袭呼喊来源的阿尔弗雷德等人 看见门与窗同时打开 哐当撞到了墙上 这个过程中 好几面玻璃因此破碎 确实有一场 阿尔弗雷德表情沉宁地抬了下手 对自己的副官 护从和父亲的卫队成员 四人保镖们道 先退回主屋 防备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意外 同时 给东切斯特教区大主教拍电报 请去援助 他认为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调查清楚异常发生的原因 而是保护好父亲 母亲和妹妹 前者在天亮之后有很多的时间去做 后者若是出了问题 则无法弥补 退回庄园主屋 并安排好严格的巡逻后 阿尔弗雷德走入客厅 对霍尔伯爵道 确实有异常 但那名守卫没法描述自己看到了什么 只是说那一刻感觉到了极大的恐惧 霍尔伯爵沉稳点头道 等天亮后再做进一步的调查 你先坐下休息 他旁边的奥黛雷 挽着母亲的臂弯 安静地听着父亲和两个哥哥交流 当然这只是表象 他已不断地分出虚拟人格 试图同刚才目睹者的记忆里 找到门窗奇异打开的原因 过了几分钟 他略显失望地结束了调查 暂时将这个异常归类于心灵巨龙 艾瑞霍格和暴怒先生遗留的影响 就在这时 他发现鸡毛大狗苏西的眼神变得有点奇怪 忙分了个虚拟人格出去 进入对方的心灵岛屿 做隐蔽的交谈 暴怒先生 奥黛丽直截了当地问道 苏西的心灵岛屿上 一个声音回荡了起来 我嗅到了浓郁的血腥味 在庄园的边缘 在门窗打开之前一段时间 大概是爆炸声响起后 十几秒内出现的 听完之后 奥黛丽抿了下嘴唇 漠然了几秒道 不用抱歉 以后不再打扰就行了 苏西当即结束了蹲坐 捏手捏脚的后退出客厅 从位于一楼走廊的侧门 离开了庄园主屋 这个过程中 时不时有人看向他 但都没有在意 没尝试阻止 毕竟这只是一条狗 掌握了心理学隐身的狗 走小路来到离庄园主屋 最远的那排建筑后 苏西抽动了下鼻子 挑选了一个打开的窗口 纵身跃了进去 然后他看见床上有具血淋淋的退掉了皮肤的可怕尸体 而他看见也就等于奥黛丽寄居在他心灵岛屿内的那个虚拟人格看见了 庄园主屋 客厅之内 挽着母亲壁弯的奥黛丽 低下了脑袋 接着他抬起头 让目光缓慢的 深深的从父亲霍尔伯爵 母亲凯特林夫人 哥哥西伯特和阿尔弗雷德脸上扫过 他保持着安静 愈发的沉默 拜亚姆海浪教堂内 身穿绣风暴符号长袍的阿尔杰 一步步从地底走了上来 对等在两侧的待法者和牧师主教们点了点头道 封印及时恢复了正常 你们可以将自身监管的物品放回去了 是 威尔伯阁下 拜法者和牧师主教们齐齐松了口气 握右拳击左胸道 阿尔杰没有多说 只是以同样的礼节回应了他们 一路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他缓慢的环顾了一圈 轻轻吸了口气 找了个位置坐下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 阿尔杰近乎无声的向愚者先生祷告 表达了自己准备离开风暴教会的想法 封印即使恢复正常的说法 只能举信较低层次的教会成员 根本瞒不过任何一位书籍主教或高级执事 更别提教皇和风暴之主 而如果没得到愚者先生同意并提供庇佑 阿尔杰也不敢随意脱离风暴教会 那必将遭遇神浅 隔了几秒 他看见了熟悉的无银挥舞 听到了愚者先生的回应 可以 去海神教会 阿尔杰放松下来 站起身脱掉了风暴长袍 换好亚麻衬衣 棕色夹克 阔脚裤这一套后 阿尔杰看着丢弃在桌上的那件书籍主教袍 漠然了好一阵 接着他伸出手 将那件长袍整整齐齐叠好 仔仔细细来来回回的审视了几秒之后 阿尔杰抽回视线 驾驭狂风 从洞开的窗口飞出了教堂 他先行飞到了钟楼上 落到顶端 俯视起周围街道 俯视起整个拜亚姆 这个过程中 阿尔杰踩在顶部边缘 慢慢的绕行了一圈 最后他闭了下眼睛 飓风突然刮起 转着阿尔杰向海神教会所在的地方飞去 挥舞之上 古老宫殿内 克莱恩静静的坐在属于愚者的那张高背椅上 他的身影视而虚化 仿佛套上了一件神秘古典的黑袍 戴上了看不见面容的兜帽 视而恢复正常 只是笼罩着一层淡薄的灰白雾气 这样的变化交替出现 频率逐渐放缓 而每当克莱恩变成穿黑袍戴兜帽的人影时 衣物底下总会延伸出一条条长着奇异花纹的滑腻触手 这些近乎透明的触手张扬着 拍打着 将整个宫殿完全占据 过了一阵 克莱恩的身影终于稳定了下来 他习惯性抬起右手 揉了揉额脚 无声自语道 不过这样一来 也让克莱恩的精神状态变得相当不稳定 而他没因此直接失控 是由于奇迹师魔药已完全消化 而新吞下的第一份诡秘逝者非凡特性 也在他服侍魔药之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 消化的差不多了 世界这个身份的定位就是元宝主人的卷者 直接等于诡秘逝者 所以克莱恩提前扮演诡秘逝者已经很久且相当成功 至于第二份诡秘逝者非凡特性 则还有待于消化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诡秘之处 第1994集 稳定铸毛 天尊意志 自身意识的脆弱平衡后 克莱恩靠住以背 审视其诡秘逝者非凡特性 带来的种种能力 其中最为主要的有三种 都是克莱恩之前就已经借助元宝和幕布掌握 但不清楚具体命名的 第一种是再生 如果一个物品的构成材料曾经有灵体 那鬼秘逝者可以利用再生能力将相应的灵体之线换起 让物品成为自己的密友 并使和这物品建立了深层次联系的生灵 也自然的转变为密友 简单来说就是 鬼秘逝者不能让原本不存在灵体之线的事物产生灵体之线 但可以让某些物品曾经拥有但早就消失的灵体之线再生 前者的代表是钢铁制品 金币金棒等 后者以牛肉鱼肉等食物为主 人类一旦吃下变成了密友的食物 自身也会随之转变为密友 如同遭遇了强烈的污染 第二种是重组 也叫篡改 这能将许多实体事物或抽象概念重新组合在一起 达成不可思议的效果 就像在篡改定义逻辑指向或规则 第三种是密友之境 这是用来创造神国雏形的能力 可以带来一定的隐秘效果 重组体现的是变化领域的权品 鬼秘之境侧重隐灭领域 语者符号的两个要素都已经齐备了 不过重组和篡改都不够好听 含义也不够清晰 还是我取得嫁接好 一目了然 克莱恩在心里咕弄了几句后 将目光投向了四周 现在的塔 以更进一步掌控元宝 能够直接借用占卜家途径 接近序列灵位格的能力 也可以使用偷盗者途径序列灵 和学徒途径序列灵之下的大部分非凡能力 和当初的暗天使萨斯利尔差不多 当然 暗天使萨斯利尔仅能通过第一块亵渎石板 间接动用混沌海的能力 而克莱恩是元宝的主人 只是还未彻底掌握这份原制 所以他在位格上要高过暗天使萨斯利尔 至于实力 他理论上也是要更强一点 但实力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 踏入非凡道路才几年的克莱恩 完全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赢当初的天国父君神之左手 总之 他现在已算得上天使之王中的天使之王 非常接近真神位阶 刚进一步掌握元宝后 我在这里和在外界的各种差距也几乎没有了 不会出现在外界是天使之王 回到元宝就是真神的情况 这里最大的优点 是提供了一个就连真神都无法打破的防御屏障 哼 外神们行不行 目前还无法判断 克莱恩缓慢吐了口气 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当前局势上 他目前最担忧的有两点 一是原始月亮 也就是堕落母神 虽然没能借助门先生的回归 完全降临于现实世界 但他也有侵入一点力量 并且在黑夜 蒸汽等五位真神的攻击下 维持了好几秒钟 这是否会对周围环境 相应途径 部分事物带来某种程度的影响 还有待观察 二是 十天使阿蒙以窃取走门先生的仪式 成为了偷盗者途径的序列灵错误 他将是克莱恩最直接 也最厉害的那位敌人 不知道阿蒙有没有顺势容纳门先生的唯一性 和一份序列一 兴之池的非凡特性 如果他已经完成了这一步 那他将是现实世界里最为强大的真神 不知道和黑夜女士相比怎么样 女神对死神途径唯一性 和战神途径唯一性的容纳 究竟到了哪个程度 没有谁清楚 正常来说 阿蒙应该来不及容纳学徒途径的唯一性 虽然门先生的回归就等于一世门生 但阿蒙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 是取代门先生 让自身的三份序列一非凡特性 和偷盗者途径唯一性聚合起来 产生质变 他没有时间 没有能力 去容纳学徒途径的唯一性 另外 这样的操作 有极大概率带来天尊的苏醒 阿蒙不会这么冒险 也就是说 阿蒙之后的重心 是容纳学徒途径唯一性 成为两条途径的真神 否则 在其余真神的注视下 他想解决我这么一位天使之王 将非常困难 而且 就算他确实做出了冒险 并已经成功 现在已经容纳了学徒途径的唯一性 接下来也得慢慢适应和稳定自身的状态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对付我 我得抓紧时间 成为愚者 只有这样 才能凭借元宝和本身为格 对抗阿蒙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克莱恩无声自嘲了一句后 前倾身体 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他在分析自己短时间内成为愚者的可能性 诡秘逝者魔药的消化相对简单 等到克莱恩凭借毛和自身意识 就能压制住浮生玄黄天尊复苏的意志 不至于失控疯狂或变成另外一个人后 他可以借助元宝 像阿蒙那样弄出一个分身 然后让着分身调动元宝的力量 将本体尚未消化的 来自查拉图的那份诡秘逝者非凡特性 窃取过去 到了这一步 克莱恩会立刻将这具分身变成密偶 以免他出现异变 这样一来 克莱恩就降级为了 已完全消化好魔药的诡秘逝者 并且拥有一个诡秘逝者密偶 这将是魔药的主材料之一 而消化好魔药的诡秘逝者 是有资格服食诡者魔药 称为序列灵真神的 这操作不算太复杂 只是容易出问题 而且正常的占卜家途径双序列一天使之王 没办法完成 除非他有一个偷盗者 途径序列二的命运木马朋友 愿意牺牲自己提供帮助 当然 序列一的十只虫朋友也行 所以于克莱恩而言 最麻烦的反而是另外两件事情 一是如何对付安提格努斯家族那半个愚者 二是怎么完成愚弄时间历史或者命运的仪式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1995集 以我现在的层次和实力 解决安提格努斯家族先祖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 前提是先把相应的非凡能力和元宝的变化熟悉 唉 愚者的遗失 我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 克莱恩抬手捏了下额头两侧 将目光投向了元宝下方的那片灰白雾气 在时间历史和命运三者之间 他相对更熟悉的毫无疑问是历史 现在的他都能借助元宝 直接影响历史迷雾 让占卜家途径的相应能力变强或变弱了 这就是权柄的体现 愚弄历史 愚弄历史 克莱恩再次轻敲起斑驳长桌的边缘 脑海内不断闪过各种各样的想法 又不断做出否定 所有能够实现的办法 在他看来都不能满足愚弄历史的要求 因为历史会客观记录发生的事情 凡存在的必定是合理的 而能够满足要求的 比如回到过去 服食魔药 成为来自历史中的愚者 又根本无法实现 至少克莱恩目前没有 也没见过逆转时光的能力 视线一直往历史迷雾深处移动的过程中 克莱恩忽然有了个具备可行性的想法 当前真实的历史是这样的 塔罗会众位成员认为 自己追随的是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 一位复苏的古神或超越古神的存在 而实际上 愚者先生最初只是一个被吊在挥舞之上的普通人 借助各种资源一步步包装着自己 提升着自己 克莱恩的思路则是从阿蒙那里得来的灵感 利用元宝制造一个分身 让这分身借助元宝将本体的命运 意识 毛和属于查拉图的那份序列 依诡秘识者非凡特性窃取过去 于是本体的非凡特性将纯粹由那块木布组成 浮生玄黄天尊将一点点苏醒 这样一来 塔罗会众位成员的认知就是正确的 愚者先生是复苏的伟大存在 而这就与真正的历史违背了 但又确确实实的属于事实 算是完成了仪式的要求 当然前提是分身窃取这件事情 要发生在元宝之内或其余隐秘地方 否则他也会被历史记录 达不到愚弄的效果 至于浮生玄黄天尊苏醒了该怎么对付 分身又如何宰掉本体 将他制成魔药 克莱恩暂时还没有办法 这么尝试的结果就等于自杀 被天尊弄死前 分身的鬼秘逝者非凡特性 肯定也消化了 毕竟成功复活了鬼秘之主 克莱恩摇了下头 将那只管开始不管收尾的思路 抛到了脑后 在自身想不出办法的情况下 他决定去请教 也许知道该怎么做的存在 他的目标有两位 一是命运之舌维尔昂塞厅 二是黑夜女神 前者对愚弄命运可能有一定的想法 后者大概知道安提哥努斯家族的先祖 当初是依靠什么样的仪式容纳愚者为一性的 稳定了下精神状态 克莱恩离开元宝 直接传送去了贝克兰德 神器之地深处 一座山峰的顶端 树立着一个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巨大十字架 那里倒吊着一个模糊的人影 多根古老的木桩穿过他的身体 染着还在流淌 却没有往下滴落的鲜血 钉到了架上 十字架的底部 穿着简朴亚麻长袍 留着银色极腰头发的命运天使乌洛流斯 跌坐在那里 神情柔和而虔诚地闭着眼睛 坐着祈祷 半个脸庞被淡金胡须遮盖的亚当 一步步走了过来 停在巨大的十字架前方 抬起脑袋 静静地与那倒吊的人影对视 他一手拿着魔镜阿罗德斯 一手提着第二块亵渎石板 眸光澄彻 表情平淡 不知过了多久 巨大十字架上的倒吊人影突然淡化 扩散成了一片上连天空下接大地的阴影帷幕 帷幕之后仿佛藏着一双注视着整个世界的冷漠眼睛 下一秒钟 阴影帷幕裂开了一道口子 里面幽暗无光 隐约回荡着虚幻的潮水声 亚当随即抬高左手 让适样古老神秘的魔镜绽放出蒙蒙微光 微光之中粘稠但虚幻的黑色液体奔涌散开 一片仿佛包容着所有颜色 所有可能的无银大海浮现了出来 他看似触手可及 可却没法对现实造成任何影响 紧接着亚当将第二块亵渎石板 放进了这幻象一样的场景里 那处在无穷远处的虚幻大海景下 轻轻晃荡了起来 围绕着第二块亵渎石板 与他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第二块亵渎石板是当初非常接近旧日未接 约等于混沌海主人的远古太阳神部分尸海所画 看到这一幕亚当左手微动 让魔镜阿罗德斯飞了起来 落向巨大十字架底部的命运天使乌洛流斯 他自己则拿着发生了微妙变化的第二块亵渎石板 通过阴影帷幕上的裂口 一步一步走入了里面 阴影帷幕旋即合拢 飞快淡化 消失不见 只剩下一个空空荡荡的巨大十字架留于原地 整个过程里没有谁开口说话 所有事情都在无声中进行 命运天使乌洛流斯更是未尝试睁开眼睛 与此同时 阿蒙成神利用第一块亵渎石板 堵住了堕落母神入侵的通道 风暴之主则劈碎了空想出的尸骨教堂和亚当其中一个身份 又过了一阵 吞围者乌洛流斯睁开眼睛 将目光投向了落到自己腿上的魔镜阿罗德斯 魔镜表面 一个个银色的单词在晃荡的虚幻水波中凸显了出来 您应该知道 虔诚信仰和追逐一位伟大存在的感受吧 乌洛流斯表情略显冷漠的点了点头 所以能将我送回我主的身旁吗 魔镜表面那一个个银色的单词蠕动着重组 形成了新的句子 等您回答完可以向我提两个问题 乌洛流斯默然看着这面似样古老的镜子 很久很久没有说话 终于魔镜阿罗德斯忍不住浮现出了新的问题 您为什么不回答 乌洛流斯边看着镜中的自己 便平淡回答道 我还没有想好 那三个问题 魔镜表面 荧光缓慢勾勒出了两个单词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贝克兰德 一座独栋房屋自带的草坪上 已经两岁多的威尔昂塞厅 迈着小短腿 开心地追逐着一只皮毛水亮的金黄色大猫 旁边跟着一个保姆和一名女仆 自这条命运之蛇出生 艾伦克瑞斯的视野就一天好过一天 如今他已拥有一家私人医院 专门为上流社会提供医疗服务 跑着跑着 威尔昂塞厅踩到了一块湿滑的地方 吃溜一下 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厚痒 他连退了几步 又踩到了一块石头 这提供了往前栽倒的趋势 让威尔昂塞厅奇迹般保持住了平衡 对于自己的遭遇 这有着明显婴儿肥的小孩颇为警惕 因为以他的幸运 根本不可能会踩中让人滑倒的地方 他的眼眸内迅速映照出了一道熟悉的人影 那是戴着半高丝绸礼帽 穿着黑色双排扣大衣的夏洛克莫里亚地 威尔昂塞厅猛地扭头 看向自己的保姆和女仆 发现他们对草坪上多了个陌生人 毫无所觉 我总觉得你会说 你尽情呼救吧 没有谁能听见 这打扮阔气的两岁小孩回过头来 咕弄着说道 不等克莱安回应 他又摊了下手道 总之 得祝贺你成为天使之王 欺负小孩 并不符合你现在的身份 克莱安笑了一声道 你知道该怎么愚弄命运吗 威尔昂塞厅扬起脑袋 警惕地看了克莱安一眼道 给我虚假的冰淇淋 并不等于愚弄命运 说到这里 他抱怨道 你为什么不蹲下来 在我这个年纪 如果一直这么扬着头 会对颈椎发育不好的 克莱安没有心进天使之王的架子 笑着蹲了下来 让威尔昂塞厅可以平视自己 威尔昂塞厅拉着保姆的手掌道 除非我已经晋升序列灵 成为命运之人 否则对我的任何愚弄 都不等于愚弄命运 克莱安若有所思地问道 你还没有找到容纳盖绿之头的契机 没有 威尔昂塞厅摇了下头 玄机补充道 我有预感 他快要来了 克莱安仔细看了这脸淡胖乎乎的 两岁小孩几秒 忽然笑道 如果把你和盖绿之头都送给乌鲁流斯 他会不会很快晋升训练领 非让昂塞厅撇了克莱安一眼道 他也需要等待契机才能容纳 而且成为命运之轮需要的契机 和容纳盖绿之头需要的并不一样 说着说着 非让昂塞厅撇了下嘴巴 如果你只要求容纳语者为一性 那么相应的仪式可以简化 不会那么困难 这种情况下 巧妙利用命运木马的能力 并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 就有机会愚弄命运 不过 等你尝试晋升训练灵的时候 哪怕以容纳为一性 分别吸收了三份训练一非凡特性 也得真正的 误打折扣地举行一次仪式 让相应的事物完全聚合 发生质变 这样啊 也就是说 选择先行容纳为一性 只是取巧的办法 最终还是得真正的愚弄 时间历史或者命运 克莱恩轻轻汗手道 我大概明白了 他随即笑了笑 补充道 好好享受你的童年吧 这不知道还能维持多久 说完 克莱恩的身影一下透明 消失在了草坪上 威尔昂塞厅没牵保姆的另外一只手 本能往前抓了两下 然后无力的收了回来 就这样走了 真是没礼貌 什么办法 竟然不准备礼物 这小孩忍不住嘀咕了两句 贝克兰德北区圣塞妙尔教堂 变成道安唐太斯母样的克莱恩 走入大祈祷厅 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 他看了眼圣坛上的黑夜圣灰 埋底脑袋 交握双手 开始祷告 比星空更崇高 比永恒更久远的黑夜女神 您是隐秘之母 恶难与恐惧的女皇 祈祷之中 闭着眼睛的克莱恩 身心逐渐沉淀和安宁 仿佛进入了半梦半醒的状态 不知过了多久 他眼前出现了一片无边无际的黑暗 脚边是一层层叶香草和生棉花 这里是如此的安静 就连呼吸都仿佛会吵到周围的沉睡者们 克莱恩还没来得及打量四周 一道身影突然从黑暗深处降临了过来 此地明明没有天空和大地之分 那人影却仿佛来自于高悬的红月或繁星 他穿着层叠却不繁复的幽黑长裙 上面点缀着数不清的璀璨 就如同将星空夜幕披到了身上 他的头部隐隐约约 难以看清 只能确定是位女性 好久不见 这身影在克莱恩说话前轻柔开口道 他的声音就像是夜晚的安眠曲 克莱恩以绅士的姿态行了一礼道 这是在对曾经的鬼迷之主说 还是悬吊于元宝之上的我 克莱恩很确定现在是一场梦境 但梦境不意味着一定虚假 黑夜女神的头影带着一点笑意道 我不确定你在那扇光门之上 陷掉于哪个位置 从那里离开后 我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果然 克莱恩暗自感叹了一声 从细节中肯定了黑夜女神 阿曼尼西斯的来历 破开的三个光剑是挨在一起的 他简单回应道 黑夜女神在梦境里的头影 立于静静荡漾的黑暗中 给人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 他嗓音轻缓地说道 那里的人 都是鬼迷之主的复活备选 但他不知出了什么意外 对很多事情失去了掌控 如果不是这样 我早就已经死去 以鬼迷之主的身份活着 而你和罗塞尔 也没有机会回到现实 这说明天尊陨落得比较彻底 只能依靠非凡特性内残留的意志 和元宝的机器安排复活 克莱恩叹了口气 笑了笑道 我已经能听见他在我的耳盘低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园中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迷之主 赞美女神 第1997集 黑夜女神的投影 语气平和地说道 对于他 或者他们 我们无法战胜和阻止 只能对抗和压制 也是某个时候 只是一个微小的疏忽 或者程度很轻的松懈 我们都会变成他 在非凡道路上 危险永远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滑落深渊 克莱恩默默替黑夜女神 补了两句 他想了下 开口问道 我降生之时 您是否做了一定的干扰 黑夜女神 那仿佛快融入周围环境的投影 微微点头道 我利用安提格鲁斯的唯一性 间接影响了元宝 将伴随你降生的非凡特性的对应地点 篡改到了神器之地 果然 克莱恩暗叹一声 微皱眉头道 安提格鲁斯的唯一性 可以间接影响元宝 黑夜女神的投影嗓音 轻柔如同夜曲地回答道 他已经失控疯狂 这也就意味着 他的自我认知 在无法压制体内的诡秘之主意志 两种精神缝合在了一起 体现出了最原始 最本能 也最血腥 最疯狂的一面 而那位诡秘之主 是元宝的前主人 现在的安提格鲁斯 自然可以通过这个身份 间接地影响元宝 难怪黑夜女神对元宝 对那扇奇异光门的了解程度 要高于罗塞尔大帝 他一方面本身自元宝江生 另一方面囚禁了 失控疯狂的安提格鲁斯 克莱恩听得有所恍然 继续问道 为什么您和罗塞尔江生时 没有非凡特性伴随 那样一来 无论黑夜女神还是罗塞尔大帝 肯定都会首选占卜家 学徒或偷盗者途径 黑夜女神的投影淡然说道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 鬼秘之主不知出了什么意外 对很多安排失去了控制 在连续失败两次后 元宝才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这对你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随着末日来临 鬼秘之主残余的意志 是在消散的 最终只会有精神存留 试图苏醒 如果你出生于第四季 在成为鬼秘逝者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变成了他 这是因为克莱恩当时纯粹 用天尊留下的那块木布晋升 而安提哥努斯 查拉图等天使体内的非凡特性 在之前已经经历了 一代又一代非凡者 和超凡生物的消磨与杂化 克莱恩总觉得 黑夜女神对浮生玄黄天尊 出了什么意外 是有一定猜测的 但既然对方刻意没提 他也不好追问 只能转而说道 安提哥努斯当初 是怎么容纳愚者微信的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 没做隐瞒 嗓音柔和地回应道 他请了亚当和阿蒙帮忙 他们当时 都支持亚里斯塔图多 利用命运木马的能力 克莱恩根据威尔昂塞厅的说辞 和自己的思考 敏锐地指指和心 黑夜女神的投影 仿佛夜晚的星空 静静地安抚着周围 他们抓了一位 所罗门帝国的半神 由亚当做了深层次的催眠 和相应的记忆移植 让对方认为 自己就是安提哥努斯 然后 阿蒙在安提哥努斯 配合的前提下 窃取走了他的身份和命运 安提哥努斯 安提哥努斯 则利用篡改权柄 将阿蒙手中的身份 命运 与实验对象 组合在了一起 那个所罗门帝国的半神 开始以安提哥努斯的状态生活 并在一段时间后 主动尝试容纳 与者为一行 他毫无疑问失控 而这个时候 真正的安提哥努斯 解除了篡改 让自己的身份和命运 回到了阿蒙手中 阿蒙 则结束偷窃 将他们还给了原本的主人 克莱恩专注听完 若有所思地补了一句 像一来 就等于安提哥努斯 容纳唯一性失败 变成了怪物 和安提哥努斯 活得很好 没出现任何问题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 同时存在于现实世界 所以 命运在某种程度上被愚弄了 话音未落 克莱恩察觉到了一些隐患 忙又问道 这样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吗 有很大的风险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 平静回应道 命运并不好成熟 如果不能在目标将要失控的那几短暂的时间内收回命运 事情将毫无疑问的失败 早一秒收回 一事不会有任何效果 晚一秒收回 安提哥努斯将背负上失控疯狂的命运 不可避免地走向同样的结局 也是 承接了命运 自然要承接命运带来的麻烦 如果不是这样 阿蒙早就偷走我的命运 打摇大摆进入元宝内了 克莱恩在心里咕弄了两句 开始思考自己该怎么模仿 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的那个仪式 在正常仪式很难完成 而事情又很紧迫的前提下 用简易版仪式容纳愚者为一性 似乎是当前最优的选择 克莱恩一边想着实力的对比 和希望获得的发展 一边有了初步的仪式计划 他打算请黑夜女神帮忙 压制住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 然后利用元宝窃取走对方的身份 命运和自我认知 这样一来 他体内就同时存在自己的意识 天尊的意志 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的自我认知 和来源于新白银城 新月城 罗斯德群岛的毛 而他也将于某种程度上 成为安提哥努斯 承接下对方失控疯狂的命运 安提哥努斯本身会疯狂 是因为自我认知 无法再压制天尊复苏的意志 两种精神缝合在了一起 等他的自我认知到了克莱恩体内 毫无疑问会重复同样的历程 因为克莱恩体内的天尊意志 不会比他少太多 也就是说 失控疯狂的命运 本身就不可避免 克莱恩城接下来 不会有额外的负担 同时 他自身的意识 和比当前安提哥努斯更多的毛 能够居中调和 维持一个还有些许 理智残存的底线 这样的状态下 他将以安提哥努斯家族 先祖的身份 去容纳愚者为一性 而在对应的命运里 这是他早就已经容纳的东西 不会再带来更多的冲击 于是 命运被愚弄了 我想与你和平达成一笔交易 由你来背负喜马拉雅和阅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更心归你 流量归我 等到仪式结束 克莱恩解除偷盗 恢复原本的身份和命运之后 将不再受疯狂影响 直接成为半个愚者 这个方案主要的隐患在两个地方 一是自身状态的维持 这稍有意外 就很容易导致克莱恩彻底疯狂 无力自救 二是 安提哥努斯家族先祖体内的天尊意志 在完全没有压制的情况下 会复苏到什么程度 带来什么变化 谁也说不清楚 只能依靠黑夜女神去平衡 这时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 似乎猜到了她的想法 如果你想窃取 安提哥努斯的命运 最好让她进入暂时的有眠状态 我可以尝试帮你 但我需要眉间 才能有足够的把握 这是一位容纳了 愚者唯一性的天使 什么眉间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 与含歇许笑意的说道 永岸之河的河水 果然 对克莱恩来说 这个答案一点也不意外 甚至就在他的猜测中 让他有种第二只靴子 终于落地的感觉 只是河水 你现在 也没办法取走整条永岸之河 你到了卡尔德龙深处就明白了 有些事情 等你回来再问 不等克莱恩回应 他又补了一句 与你而言 那里有不同寻常的危险 你最好等精神状态稳定下来再去 好的 克莱恩虽然不清楚 在卡尔德龙城深处会遇到什么 但他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 不适合冒险 尤其是涉及原质的冒险 等你醒来 举行一个祈求赐予的仪式 我会给你一件 用来取永岸之河河水的物品 克莱恩点了下头 没有啰嗦 转而说道 亚当是远古太阳神的一部分 是他的其中一个身份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 未出现明显的情绪波动 轻柔舒缓的说道 他已经去了神器之地 见到了真实造物中 这么快 克莱恩略感诧异之后 又觉得理应如此 亚当之所以会自爆秘密 是因为这秘密不再有价值 黑夜女神的梦境投影继续说道 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都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你暂时不用关注 克莱恩点头之后 眼前的身影飞快变得模糊 脚下的叶香草和参棉花等 相继飞起 洒满了黑暗 他随即睁开眼睛 看见了幽幽暗暗的大厅 和通过墙上孔洞照入的纯净光芒 后者就像星辰镶嵌到了天鹅绒般的夜幕上 克莱恩凝望之中 赤红的火焰突然冒出 将他吞没 等到火光灵星散落 他的身影已消失在了圣塞庙尔教堂 一个普通旅馆的空房里 克莱恩从骤然窜身的燕流里走出 开始布置祈求赐予的仪式 很快烛火形成的神秘大门打开 一件饰样古老的饰品 从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飞出 落到了祭坛上 这饰品似乎由黄金打造而成 形似体态修长的鸟 周围环绕着苍白火焰构成的羽翼 青铜色的眼珠内闪烁着层层叠叠的光芒 仿佛藏着一扇又一扇虚幻的门 克莱恩诚恳的感谢了黑夜女神一句 结束一试 拿起了那鸟形黄金饰品 这似乎是传说中的不死鸟始祖 格雷加利的形象 这位远古死神在本身途径之外 看来还掌握着部分学徒途径的权柄 这从神气之地 那个信仰不死鸟的城邦遗迹可以初步确定 难怪绝大部分古神都很难控制自身情绪 处在疯狂的边缘 不 是于疯狂与理智之间不断徘徊 在第一块写头石板出现前 所有超凡生物都没有序列途径这个概念 只有聚合生育的本能和盲目的尝试 克雷恩边仔细审视鸟形黄金饰品 边在心里感叹了几句 作为元宝的主人 他能察觉到这饰品与永岸之河间存在微妙的联系 所以他才能承载永岸之河的河水 永岸之河的河水 肯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水 而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者象征 克雷恩若有所思的点了下头 随手将这鸟形黄金饰品 丢到了元宝之内 封印于杂物堆中 免得他带来什么不必要的意外 拜亚姆城外的一座山峰上 红天使恶灵看着大海的边缘逐渐亮起 一轮橘黄的太阳缓慢脱离了地平线 不知什么时候 他身边出现了一个戴肩顶软帽 穿古典黑袍的年轻男子 这男子把玩着一块水晶磨成的单片眼镜 将他戴到了自己的右眼 正是已称为错误先生的阿蒙 索伦爱因霍恩梅迪奇 侧头看了阿蒙一眼道 你弄出去做祭品的竟然是本体 如果不是本体 怎么来得及窃取仪式 替代伯特利呢 作为一名合格的阴谋家 你不该想不到这点 红天使恶灵吃笑了一声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炸我 也许你预判了我的预判呢 阿蒙笑了笑 没做正面回答 转而拿出了一个满是铁锈和血污的奇特皇冠 嗯 这是你的报仇 他将这物品扔给了索伦爱因霍恩梅迪奇 红天使恶灵接住这奇特皇冠之后 颇有点诧异 呦 竟然没有试图赖证 做出不符合你想法的行为 也是一种欺证 阿蒙捏了捏右眼带着的单片眼镜 笑着说道 我很期待你能成为红祭祀 并且吞掉那个魔女 到时候 你的形象肯定特别有趣 说这句话的时候 阿蒙的笑意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恶趣味 我不觉得和现在会有本质的区别 他两侧的脸庞上 各自裂开了一张血淋淋的嘴巴 又迅速合拢了起来 阿蒙正了下右眼带着的单片眼镜 侧头看向大海的另外一边道 西大陆的情况 似乎很有意思 说完 这位错误先生曾经的石天使就化成光芒 消散一空 红天使恶灵跟着望向了阿蒙看的那个地方 抛甩了下手中的奇特皇冠 他两边脸庞上 血淋淋的嘴巴再次出现 各自开口道 洗手这份非凡特性之后 你最好远离搬席 如果你希望长出松露 浑身肿胀 也可以继续停留在那里 雷迪奇撇了下嘴巴道 这不应该是你们的愿望吗 呵呵呵呵呵 收听由喜马拉雅和月文出品 爱牵手的乌贼原主 808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中会带来好运 第1999集 面对摆满材料和器物的祭坛 克莱恩抬起右手 啪的打了个响指 他面前的桌子瞬间变得空荡和干净 所有的杂物都分门别类的 回到了他们原本所在的地方 这是一个奇迹 来源于克莱恩积累的某些愿望 和过去的那些奇迹时 鬼秘试者相比 我能创造的奇迹 完全称得上种类繁多 非常适用 包括但不限于建造房屋 内饰装修 拿起分类 环境保护 克莱恩看了眼处理好的祭坛 笑着自嘲了一句 他随即开门离去 走向大街 他想通过回到现实 回到人类社会的方式 加强自身的人性 初步稳定精神状态 他现在的问题比较麻烦 涉及福生玄黄天尊复苏的意志 如果不能先行压制 直接去找正义小姐治疗 只会污染对方 让自己的心理医生 也患上精神疾病 当然 若正义小姐能有序列二层次 受到的影响 不会太大 当前的贝克兰德 已完成了重建 来来往往的行人数量 又恢复到了 接近巅峰的水准 克莱恩刚推开旅馆大门 就听见了各种各样的声音 等一等 等一等 来自普利滋港的新鲜海鱼肉 肉都至少适合相间 来看看 特制姜皮配小风饼和炸土豆条 来一来呀 又鲜又热的牡蛎汤 最新鲜的蔬菜 看一看来 这些声音大部分来自街上的流动摊贩们 少量源于追逐公共马车的乘客 或被赶路者撞到的行人 清晨的话卷 以这样的喧嚣 吵闹和烦乱 徐徐展开 克莱恩听着这些 既陌生又熟悉的呼喊 静静地望着眼前的场景 好几分钟没有移动 直到一个小偷靠拢过来 他才将双手插入 黑色泥脂大衣的兜里 一步步走入了最近的咖啡馆 一杯好点的咖啡 一份弄豌豆酸羔羊肉 一条燕麦面包 克莱恩对廉价咖啡馆的老板说了一句 一共十一便是 老板心酸之后回答道 接着他又补了一句 现在什么都涨价了 克莱恩没说什么 从元宝杂物堆里取了一张 易苏勒的钞票 递给了老板 他随即找了个靠窗的 桌面没那么油腻的位置坐下 扯出几张纸巾当垫子 接着克莱恩将信纸铺了上去 拿出了一只暗红色的原副吸水钢笔 他看了好一阵的清晨街景和来往行人后 终于落笔写道 尊敬的阿兹克先生 又有一个月没给你写信 因为我不得不沉睡了一段时间 这并非受到的伤害 而是遗失需要 当我醒来 再次走入人类社会 走到大街上时 我突然回忆起了在停根时的生活 那时 早上总是很喧闹 很嘈杂 大量的市民离开处处 匆忙赶去工厂和公司 流动的小贩聚集在街边 叫卖着蔬菜 熟食和品质难以保障的水果 他们总是很便宜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小心地从他们之中挤步 前往站点 和许多人一起等待公共马车 我工作在佐兰特街36号的黑金级安保公司 有一群很好的同事 邓恩史密斯是队长 是这里的主管 是位经验丰富 对人和善 很有责任感的非凡者 他性格温和 总是干练 对所有的队员都一样的爱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记忆力不太好 不是太重要的事情 他可能转头就会忘记 他最常说的话 是等等 还有件事情 当然 这也是有原因的 他失去过太多的同伴 希望他们都留在自己的梦里 所以常常分不清楚 哪些事情属于现实 哪些事情属于梦境 老尼尔是我的第一位神秘学导师 他教给我的最有用的技能 是报销 他总是设计奇奇怪怪的一身魔法 想从女神那里获得帮助 这有的成功了 有的出现了可笑的意外 直到今天我依旧能够回忆起来 他是个很善良的人 哪怕为了梦寐以求的愿望 也不愿意伤害到别人 罗纳德是个有自己秘密的诗人 我最初以为他很神秘 属于隐藏的 必须重视的强者 后来发现 他本质上是个毛操 单纯 冲动 叛逆 随性 不怎么讲礼貌的青年 而且他真的没有文学天赋 只能靠背诵来完成扮演 他勉强 也是有一些优点的 他还算勇敢 在某些事情上 拥有敏锐的直觉 和可怕的推理能力 不过 这仅限于某些事情 弗莱是个外表冷漠 让人不敢亲近的非凡者 可实际上 他很有责任感 很热心 总是能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伸出自己的手 科恩离个子很矮小 曾经是个文职人员 后来主动申请 成为正式的队员 他相当精明 但遇到案件时 从来不会推辞 每次打牌 他说的最多的 都是自己的未婚妻 罗杉是黑经纪安保公司的前台 个性活泼 有点懒惰 深受大家的喜爱 对我们来说 他就像是一个妹妹 他也同样的喜爱着我们每一个人 但又非常考验所有正式队员 因为他的父亲 也曾经是官方非凡者 后来英勇寻职 也许自他心里 正是队员 可以和收到病危通知书的人化的猫 奥利安娜太太是会计 是一起超犯事件的受害者 在秀气温柔 追求精致的生活 平时话不多 但很照顾大家 从来不会在财务上为难我们 比如 他很少驳回老尼尔的报销申请 哪怕理由再荒谬 也只是交给队长决定 西加特昂女士 有着少见的白发 并且是位不成功的作家 她气质出众 性格沉静 完全不像是在黑夜里战斗的非凡者 她同样很勇敢 很坚定 哪怕面对死亡 也没有退缩 洛耀女士和弗莱很像 都是话不多 但非常关心同事的人 哼 排桌上出问 布莱特是文职人员里 最擅长写报告的 是位浪漫的绅士 即使已经结婚15年 依旧很爱她的夫人 我想 她会活得很好 因为她信守的格言是 知道的越少 活得越久 希子尔·弗朗西斯 是我们的车夫 明明算是文职人员 却常常会接触到 危险的场景 所以 队长将物资购买 和申领的事情 都交给了她 她的存在感不高 这或许 是她能一直活下来的关键 我偶尔会想 如果没有后来 发生的那些事情 我现在肯定还生活在停根 每天按时上班 轮着地底 处理不多的案件 和同志们打牌 时不时地 陪梅丽莎和班森他们 去看戏剧 或者马戏表演 如果哪天能提前回家 就研究美食 这是我的一大爱好 等到周末 我也只会来拜访您 和您交流各个领域的历史 可惜 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断前进 直面一个又一个的变化 谢谢大家来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出品 爱潜水的乌贼原著 8082 Audio制作的多人有声小说 鬼秘之主 第2000集 克莱恩又写了些对停根的印象后 简单提了一句 自己已完成仪式 成为序列一鬼秘逝者 并解决了长久以来 笼罩他心灵的阴影之一 密修会首领查拉图 他并未详细描述自己的困境 只是认真探讨了一下 天使的精神问题 收起钢笔 折好纸张 克莱恩探手从元宝内 拿出阿兹克同哨 凑至嘴边 吹了一下 廉价咖啡馆内 一根根白骨喷泉般涌出 组成了一个身形巨大的信使 这信使随即缩小了自己的身体 变得只有正常人高 与此同时 他单膝跪下 伸出了手掌 不用这么畏惧我 克莱恩健壮 笑了一声道 我又不会对你做什么 说话间 他拿起书信 放到了白骨信使的掌中 信使重重的点了几下头 也不知道在赞同什么 然后他身体崩解 画成一根根白骨 钻入了地面 这个时候 老板端来了咖啡 燕麦面包 和嫩豌豆炖羔羊肉 克莱恩一边享用起不算太美味 但有着浓郁平民风格的早餐 一边望着窗外 不含任何目的地欣赏清晨街景 欣赏组成这幅场景的行人 马车 树木 雾气 食物和机械 如果没有末日 要维持停根时的生活 且过得比较惬意 能处理绝大多数案件 最好有序列七 魔术师手段多样 有准备的情况下 面对序列六和序列五 都不会显得太弱 而无面人和密偶大师 一个扮演时容易迷失 一个晋升时容易失控 相对来说都很危险 当然 如果还能有封印过的蠕动的饥饿 那就完美了 克莱恩随意地发散着思绪 联想起了落到阿蒙手上的 蠕动的饥饿 他不知道阿蒙会怎么对待 这件封印物 只是觉得对石天使来说 这种层次的物品 不会有什么价值 玩一段时间后 就会丢弃到黑暗隐隶的仓库里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拿回来 克莱恩刚闪过这么一个想法 忽然有些心虚 因为就算他能将蠕动的饥饿 从阿蒙手中夺回 也是扔进杂物堆中 等待着赐给需要的 卷者或信徒 这和在阿蒙手上 没什么区别 克莱恩迅速转移了注意力 这次又丢了魔镜 亚当应该也看不上这么一面 圣者层次的镜子 或许可以辗转拿回来 不 阿罗德斯似乎是从混沌海里喷出来的 在某些事情上 未必不能做个媒介 唉 只希望亚当不要将他损坏 等我想到办法将他拿回来 成为隐秘使者 更进一步掌握元宝后 克莱恩已拥有一定的隐秘权柄 每当他思考重要事情的时候 身边总会多一层 别人无法看见的淡泊阴影 这是相当于神国雏形的诡秘之境 所以他现在敢于直接去想亚当的名字 叹了口气后 克莱恩突然记起一事 忙让指手元宝的灵芝虫们 将自己晋升时定位的某个灵界区域 嫁接了过来 紧接着他吃掉了剩余的嫩豌豆炖羔肉 和沾染着汤汁的最后一段燕麦面包 喝完了手边的咖啡 带好礼帽站起身来 克莱恩向前走了一步 直接进入了对应乌托邦的灵界区域 然后他解除嫁接 通过这个灵界区域 回到了已成为废墟的乌托邦 这是利用嫁接和他本身自由进出灵界的能力 间接达成了传送效果 当然前提是能定位相应的灵界区域 这一点上克莱恩作为元宝的主人 有着独具特殊的优势 而查拉图等鬼秘使者只能依赖准备 一步踏入乌托邦废墟的克莱恩 环顾了一圈 发现倒塌的房屋和焦黑的尸体间 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 它们是怪物密有体内的非凡特性 是克莱恩在神器之地积攒下来的财富 这对他来说或许已经没用 但他还有众多的信徒 还有数量会逐渐增加的卷者 身为一位神灵 总得储备一些非凡特性 以便赐予 很好 风暴之主没顺势把他们都捐走 克莱恩无声自语中 忍不住感激了利奥德罗一句 东切斯特郡霍尔家族的庄园内 太阳终于升起后 饱受煎熬的众人相继返回房间 补充睡眠 只留下了阿尔弗雷德 霍尔伯爵斯人保镖 黑夜教会派遣来的职事 和职业者们调查昨晚事件的缘由 澳大利一边借助金毛大狗苏西监控事情的发展 一边拧开卧室的房门 走了进去 穿过窗帘照入房间的微弱阳光中 一道身影静静地坐在高脚凳上 仿佛大型玩偶 这是一只毛发雪白的巨型兔子 澳大利眉毛微动 低声开口道 暴怒先生 这是之前追逐心灵巨龙 艾瑞霍格的心理炼金会暴怒先生 疑似赫密斯某个身份的存在 说话的同时 澳大利将手后身 主动关上了房门 而借助这个动作的遮掩 他的手背 闪过了一片星辰般的深红纹身 很抱歉利用了你 等到房门合拢 那只巨型白兔主动开口道 不过 我也可能被谁利用了 澳大利联想到了半夜门窗的洞开 向前走了两步 若有所思的回应道 不用抱歉 以后不再打扰就行了 他这是在委婉地表明 自己想脱离心理炼金会 希望后续不会再有谁来找他 巨型白兔用鲜红的眼睛 看了他几秒道 你曾经的心愿是保护父母 保护亲人 但你不觉得你卷入了太多的麻烦 给他们带来的危险 胜过了你能提供的帮助吗 澳大利沉默了下来 许久没有开口 正常来说 一位圣者确实能让家族和亲人 获得更多的安全 三前提是 他并没有牵涉到天使 乃至神灵间的争斗 或者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组织 可以依靠 真正意义上的依靠 见此形状 巨型白兔缓缓说道 我表达建议的礼物有两个 你可以自由选择一个 各位道友 本集已经播讲完了 葫芦邀请您继续收听 下一集